我知道了 苏文轩接过锦盒 打发所有人出了屋子后 这才将锦盒放在桌子上 小心打开 锦盒中并未放其他东西 唯有一张薄薄的信纸 叠得四四方方 苏文轩打开来看 信纸上空无一字 但信纸上却有几处褶皱不平之处 像是被打湿之后又亮前的样子 很显然 五公主想写些什么 但提笔许久却终究难以落笔 心中情绪十分复杂 以至于眼中的泪落在了纸上 打湿了信纸 留下了那些痕迹 苏文轩能够想象出来 五公主此事独坐窗前 心情复杂 难以入眠的模样 只觉得心中似被刀弯了一般 痛彻心扉 苏文轩紧紧地握着那张纸 沉默了许久 最终也拿了一张纸出来 提笔写下了一个安字后 折好了放在了信封之中 又放回到了锦盒内 派人务必送到宫中 交到五公主手里 苏文轩吩咐 既然五公主担忧 除了言语上安慰以外 他更需在实际行动上证明 让五公主彻底心安慰好 苏文轩紧握了手指 一日便是报名的日子 报名的地点便在皇宫的宫门外 一大早 京中的理官还不曾抵达时 已是有人开始排队等候 许多看热闹的人 也在附近驻足围观 以至于宫门外熙熙攘攘 喧闹异常 苏文轩为了报名 今日特地告假一日 也在人群中排队 慢慢地往前走 来报名的人多 且都是同朝未官之人 在京城中 可谓抬头不见低头见 许多人皆是相识 在等待之时 难免寒暄一番 也有人趁机多认识 一些达官显贵 好结交一二 为往后铺路 苏文轩在礼部任职 素日打交道的官员多 加上苏家现如今出了一个 郡主兼一品告命夫人 一个准太子妃 风头正盛 许多人自然对苏文轩 也有所耳闻 此时看到苏文轩前来报名 许多人皆是颇位惊诧 议论一二 这苏大人竟是也来报名 着实没有想到 苏大人尚未婚配 各项皆是符合皇上 所定的条件 为何不能来 皇上是说符合条件者 便可报名 只是这苏家 已然得了圣上 和太子殿下的垂青 往后本就是前途不可限量 苏大人此时却还要报名 会不会太过于 急功近利了一些 则 这苏大人素日皆是一副并不在意官职荣宠的模样 还只当他是个清高 不在意世俗的 不曾想竟也是个攀附权贵之人 而且是任何一个机会都不肯放过 当真不过是 急急盈盈之人罢了 这话说的 庞福来报名英选驸马 便是天理不容了似的 不过是为个人前程考虑罢了 又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之事 又有何不可 若是放在旁人身上 自然并无不妥 可这苏大人 苏大人也是人 难道就不能为前程考虑了不成 家中妹妹有出息 那是妹妹的事情 须得自己握住这十拳 好处才行 就是 这谁人也不会嫌弃自己的官职高 嫌自己的权势大 周围人说辞不一 许多人的目光也十分复杂 苏文轩听在耳中 全当没有听到一般 只眼观鼻鼻观心 慢慢地往前走 很快便轮到了他报名 很快便轮到了他报名 负责报名的理官也好 皇上和皇后娘娘派来的大太监 和掌氏姑姑也好 皆是认得苏文轩的 恭敬换了一声 苏大人 大人好 公公好 姑姑好 苏文轩十分礼貌地挨个拱手 攻身行礼 然后递上自己的身份文碟 理官记下苏文轩的名字和具体情况 一旁的大太监和掌氏姑姑 则是上下打量了苏文轩一番后 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 从匣子里面取了香囊来 递给苏文轩 苏大人人品贵重 仪表堂堂 冒入攀安 理应入选 掌氏姑姑笑道 姑姑谬赞 苏文轩谦虚行礼 苏大人过谦了 一旁的大太监道 此次报名入选后 须得明日前往穷陵院 参加第一场比试 至于比试的内容 须得明日到了穷陵院后 方能得知 多谢公公 苏文轩再次道谢 这才拿了香囊离去 而其余的人 有人得了象征入选的香囊 喜悦异于言表 而那些得了象征落选扇子的人 大都十分沮丧 也有人因为得了 皇家遇刺扇子 而欢欢喜喜 总之 个人情绪 在此时表现得淋漓尽致 到了第二日 苏文轩按照大太监所说 准时到了穷陵院 穷陵院是皇家花园 距离贡院不远 平日里专供宴席 和皇亲国契游玩所用 更因每次电视完毕后 宴请高中学子 所办的穷陵宴而闻名 而现如今符合条件 且过了报名的初步筛选 要么便是先前通过科举的 要么便是因为祖上硬币的 无论哪种 几乎都是来过穷陵院的 而苏文轩因为任职礼部 素日也免不得 和穷陵院这边打交道 对这里也颇为熟悉 也是因为熟悉的缘故 苏文轩一踏进着穷陵院时 便发觉出了不对劲 今日的穷陵院 比平日里要冷清许多 并非是因为人少的冷清 反而是今日的穷陵院 因为所有英选驸马的人到来 十分热闹 而是除了穷陵院门口的看守外 穷陵院中 再看不到其他 能够指引的侍从和奴仆 问询门口看守 看守的回复也是并不知晓 只请他们先进去 至于考试什么的 请各位自便 所有人见状 只好先进了穷陵院的大门 一脸茫然 这里并无任何人指引我们 是要让我等自便即可 有人发出了疑问 可昨日发香囊时 大太监曾说 今日会有考试 且考试内容到这里后 方能得知 苏文轩提议 既然如此的话 我们不妨到处找寻一番 看一看究竟人都在何处 我们该去何处考试 苏大人所言有理 一些人表示赞同 但也有人不太认可 我觉得还是要在等上一等位好 若是到处走动 反而会被认为失礼的话 着实有些不妥 也有人道 即使苏大人觉得 需要到处找寻一番的话 不如苏大人前去找寻一二 若是寻到了 便来通知我们如何 这话说的带了十足的小聪明 但这样的话 却也让许多人的心思动了一动 既能显得十分的守规矩 不会做什么愉悦之举 还不会失去了考试的机会 一举两得 且这个时候说出口 只要苏文轩等人应下 那他若是到时候知情不告 便是自私自利 即便赢了比试 也会为人所唾弃 此话一出 有人也附和道 不如我们分批行动 一部分人在此处等候 一部分人到处找寻 也免得待会儿 若是有传职的人出来 有所延误 这话说得更加冠冕堂皇 却也挑不出什么毛病 所有人纷纷点头 苏文轩应声 开始组织所有人分头行动 因为各自有着小心思 今日来穷陵院的三十五人中 有十六人愿意原地等候 剩余十九人 则是三三两两的自行组织 开始到处走上一走 看是否能够找寻到所谓的考试 众人约定 半个时辰后 无论是否能够找寻到 皆是回来会合 说定了所有事情 众人分别出发 与苏文轩同行的 一位是兵部增郎中的独子 目前在国子建读书 今年十七岁 一位任职大理寺右诚之职的白大人 对穷陵院还算熟悉 苏文轩倒是轻车熟路 一路往里走 带快抵达穷陵院的正楼时 一个侍从急匆匆地走了过来 三位大人公子 是来参加今日穷陵院考试的吧 正是 苏文轩三人应声 请三位随我来 考试的地点就在前头 考官皆是在那边等候 侍从欠了欠身 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有劳带路 曾公子掠拱了拱手 苏文轩和白佑成却是顿了顿 互相看了一眼后 道 还有一些前来考试之人 在门口处等候 不知这考试几时开始 是否还有时间通知一下其他人 二位大人放心 侍从笑道 只因先前小的们 有旁的事情要忙 一时没顾得上去引领各位 前往考试地点 此时小弟们已经陆续去请 大人不必担忧此事 有劳 苏文轩和白佑成再次拱手 这才跟着侍从继续往前走 曾公子也跟上了脚步 却是白了这苏文轩和白佑成二人一眼 使人皆说 他们这些国子剑的书生 速日里只知道死读书 读死书的 脑袋里头装的不过是迂腐的知乎者也 根本不懂什么人情世故 世间百态 现在看来 真正迂腐的却是这些 已经出世未观之人 那些人分明是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 在那耍着小聪明 这回子不管他们也是应该 偏生还要专门让人去通传 生怕忘了那些人 没有那些个人 这场比试 兴许还能多些胜算 多了那些个心思不正的人 自己想要出头便没那么容易 则则 这回子装大度而损害自己的利益 当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曾公子越发有些瞧不上苏文轩和白又成的做法 满脸的嫌弃挂在脸上 毫不掩饰 头前带路的侍从时不时地回头 三人此时的神态皆是落在他的眼中 他也并不多言 只是微微勾了勾唇角 这边 也有侍从到了琼林院的门口 到了还在原地等待的十六人的跟前 诸位大人公子 为首之人拱手 道 请各位跟小弟们往这里走 有劳 众人见状 纷纷拱手跟上侍从往里走 侍从引着众人一路往里走 琼林院中 亭台楼阁 小桥流水 既有皇家园林的巍峨气派 又有江南园林的细致婉约 即便此时是冬日 仍旧是美不胜收 众人一边走 一边时而谈论起 这琼林院中的美景 以及曾经在这里发生过的 广为流传的佳话 甚至有人大呼失信大发 当众赢了一首诗来 听众人说笑聊天 一路随行的侍从也并不言语 只是低眉顺眼地在前头带路 听众人说笑聊天 一路随行的侍从也并不言语 只是低眉顺眼地在前头带路 如此走了许久 穿过小河上的一处拱桥后 到了一扇紧闭的门前 门的两旁有侍卫把守 见众人前来 伸手将门打开 各位请 侍从道 众人微微点头 鱼贯而入 直到所有人皆是穿过门后 看到眼前的情景 顿时愣了一愣 此时他们正处于 一条宽敞的道路边 不远处便是热闹的街道 也就是说 他们此时已经出了 穷陵院的门 这是怎么回事 不是要考试吗 敢问 是否待错了路 为何还不曾考试 便要离了这穷陵院 面对众人的询问 昨日报名处的大太监 走了出来 清了清嗓子 诸位先静一静 众人见状 立刻静了声 但还是满脸不解地看向他 大太监抖了抖手中的浮沉 道 此次穷陵院考试的第一轮已经结束 诸位皆是未能通过考试之人 请各位自行离去即可 考试结束 自行离去 那就是说他们不曾通过了考试 可是 为什么啊 这第一轮考试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众人满脸的疑惑更加浓重 此时却也不敢高声吵嚷 只是满脸不解地想要找寻答案 有大胆地走到跟前 行李询问 敢问公公 我们自到了穷陵院中不曾做过任何事 为何会没有通过考试 论理来说 咱家只管传话 不管其他 只是方才来的时候 民工公交代过 说若是有人询问 便可回答一句话 大太监笑道 心如明镜 三显无声 这话是说他们心里头清楚 自个儿回去慢慢想 众人的脸色越发有些不好看 但穷陵院跟前 谁也不敢再辩驳 只拱手硬下后 陆陆续续离开 也有些人并不走远 只在附近停了脚步 等着看待会儿 是否还会有人 如他们一般直接被代理了穷陵院 大约一顿饭的功夫后 门再次被打开 陆续又有几个人出来 曾公子便是其中一个 如最初出来的那十六个人一般 此时的他也是满脸茫然 甚至此次大太监 也没有再说任何解释的话 只是催促他们尽快离去 几个人越发觉得颜面无存 再不好意思久留 此时 苏文轩和白佑成等人 已是抵达了穷陵院的主楼 上了二楼 在侍从的指引下 众人分别落座 每个人所坐的座位上 皆是放着笔墨纸燕 以及各色颜料 就在所有人都在诧异 这是要做什么时 有人走了进来 将一个大大的卷轴放了下来 卷轴上有一个写的极大的新字 除此以外 再无其他 很显然 这便是这次笔试的题目了 至于是要写诗词歌赋 还是作画 并无任何要求 想来可以随意发挥 所有人在思索片刻后 铺平了岸上的纸张 拿起了笔 占保了墨之后落笔 苏文轩要做的是一幅画 一幅山水画 洛南府以星月山和洛江的 景致风光闻名 群山巍峨绵延 水更是呈现了天然的青绿色 平静时 犹如一条翡翠色的缎带一般 令人叹为观止 苏文轩此时绘制的 便是这样的群山美景 下以日出时的尘光微息 雾气缭绕 一夜小舟漂浮在水面之上 渔翁船头而立 渔婆船为主察 一派依然自得 远离尘世喧嚣的田径安乐 这幅画 苏文轩用了足足两个半时辰的功夫 才交了上去 其他许多人皆是已经交上去了 所做的诗词歌赋等 继续在原处等候此次彼时的结果 侍从们陆续走了上来 为所有人奉上饭食 此时已是日落西城 自晨起到了琼林院后 众人皆是水米未尽 这回子皆是腹中空空 眼下能够吃到饭食 许多人皆是心中十分欢喜 因为饿得有些狠 且下炖饭不知道何时才能用上 许多人吃饭食速度比平日快了许多 狼吞虎咽之人不乏少数 但在略垫了垫肚子 觉得腹中稍微好受伤一些后 众人皆是恢复了 速日里细嚼慢咽的动作 而就在所有人都在享受美食时 暗处里有人躲着 时不时地探一探脑袋 观察所有人吃饭食的模样 待观察得十分确切后 便将看到的情景记在册上 汉林院试读张大人吃饭食巴鸡嘴 红炉寺少卿郭大人 吃饭跟重饭一般 吊得到处都是 通正思洛大人偷偷踢牙 一顿饭还没有吃完 几个在吃饭时 不太注重饭桌礼仪的几个人 立刻被请了出去 此时 还能留在原地的 只剩下了十一人 苏文轩见状 越松了一口气 却也越发提心吊胆 从今日出了家门起 苏文轩便觉得 所谓的考试已经开始 因此处处小心谨慎 生怕因为一丁点的疏漏 而被淘汰 眼下胆战心惊的 已是经过了三场 只看接下来会如何 而刚刚他们自由发挥 所做的诗词歌赋和画作 明显是为了考核他们的才学 苏文轩自诩自幼读书 也称得上是汗牛冲动 但苏文轩却又十分有自知之名 自认并非是属于有天分之人 论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皆是不算出众 而眼下只剩下这么许多人 个个皆是品学兼优之人 想要胜出的话 苏文轩心中紧张 以至于大冬日里头 额头上竟是生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这边皇上正在亲自挑选 所有人呈上来的诗词歌赋 画作等物 在看到苏文轩所绘制的图画时 微微点头 这画布局精巧 刘白也不错 摒弃当下作画时 惯用的富丽辉煌之色 以泼墨为底 力求写实逼真 却又不乏意境 着实不错 的确不错 皇后也颇为赞同 可见此人不但绘画记忆高超 心中也颇有秋贺 只是不知道这幅画是何人所做 回皇上和皇后娘娘 此画乃是苏文轩苏大人所做 明海如实回答 原来竟是苏大人所做的话 皇后娘娘闻言 眉梢忍不住调了起来 眼中满都是难以压制的喜悦 怪不得这般的好 画得好吗 皇上在听闻这画 乃是苏文轩所画的之后 脸色肉眼可见地阴沉了下来 更是将那幅画随手放在了暗台上 朕瞧着也就是一般 也不过就是其他人所做的 诗词画作实在是不大出条 显得这幅画有些出众罢了 若是用民间的俗话说的话 那便是瘸子里头挑将军 只要试得全户人便是好的 话语中满都是气冲冲的 庞福旁人欠了他五千两银子一般 皇后并不反驳 也并不答话 只是痴痴地笑了一笑 而后将那幅画交给了明海 将这幅画暂且仔细收起来 等回宫时带了回去 交到五公主的手上 在人生的历程中 收获这样与众不同的经历 也是十分有趣的吧 皇后鸣嘴直笑 皇上却是在剩余那些人 呈上来的诗词歌赋和画作中 挑挑剪剪 争取找寻到能够看过眼的 只是挑来挑去的 再无什么能够像方才苏文轩 所做的那幅画一般让他惊艳的 只能是勉强凑合地又挑上了几样 一并交给了明海 让他去办接下来的事情 明海的令 拙人前去通知那些 不曾被皇上挑选出来的人离开 此时只剩下了五位 苏文轩再次松了口气 但额头上的汗却是不曾落下 先前皇上说过 为五公主挑选夫婿最后一步 便是剩下五人 然后由皇上和皇后娘娘 亲自挑选一位 而皇上现如今显然并不喜欢她 会不会刻意选了旁人 就在苏文轩胡思乱想间 明海走了进来 亲了亲嗓子 各位大人 今日的鄙视已经到此结束 还请五位大人先行回去 等候传唤 这是要让他们回家等消息了 苏文轩五人皆是拱手 是 多谢公公 大人们客气 明海抬手 吩咐人将苏文轩等人送出琼灵院 苏文轩五人一同往外走 此时正值傍晚之时 夕阳一点一点往下坠 直染得整个西方天空 皆是一片红火 苏文轩抿了抿唇 带出了琼灵院的大门后 与其他人分别告别 向自己的小院而去 这所谓的消息 一等便是好几日的功夫 苏文轩在这几日中 每日正常上涯 忙碌礼不知事 似所有的事情 都不曾发生一般 但若是细心的人 却也不难发现 苏文轩的眼窝 日渐一日的有些塌陷 眼下一时越发无清 如此又过了几日 距离琼灵院那日的比试 已是过了整整十日 苏文轩仍旧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心中难免忐忑不安 而此时同样不安的 还有秦艺术 在重阳殿的偏殿之中 来回踱步 整个人显得十分焦躁 周围人见状 连大气都不敢出上一个 唯有皇后此时 泰然自若地坐在茶几前 明嘴看着暗机上 放着的几张保纸 保纸上 写的是这段时日 对于琼灵院考试当日胜出 包括苏文轩在内的 五人的调查状况 红炉寺高少卿肺部有急 身体状况不大好 司金局赵司马家中 父亲早些年娶了一方贵妾 对赵司马的母亲十分冷淡 因赵妇宠千灭妻之举 导致家中十分不睦 不均霍父卫自小指腹未婚 因女方父亲前些年早亡 霍家便一直有退婚之意 眼下见霍父卫 有机会成为父马 已是威逼利诱 拿到了退婚书 汉灵院是讲学师郭大人 看着一表堂堂 模样周正 家中有四个貌美如花的通房 在外更是养了一房外事 孩子已经满了周岁 而写了苏文轩名字的那张纸上 只有一句话 苏大人近日过于忙碌 礼部各项政务 夜晚归家时间太晚 平日出门只带一名随从 饭式食用也过于简单 寒酸 情艺术 这是写的缺点吗 这是变着反而地夸苏文轩的吧 夸他尽心做事 平日不喜张扬奢华 简直是气死人了 他费尽心思地筹备了这么一场比试 为的就是能够让苏文轩知道 比他优秀 且能配得上公主的人多的是 可现在一轮一轮地筛选出来 到最后只剩下了苏文轩一人 真真是气死人了 情艺术越想越觉得火大 在再次夺步了一圈后 重重地坐在了椅子上 端起暗机上的茶水一饮而尽 根本不管那茶水是不是刚刚泡好 烫得他上饿有些发疼 皇上消消气 皇后劝慰道 教阵如何消气 秦艺术贺道 满朝文武 青年才俊 竟是不能为五公主 责选出来一位和心思的驸马 简直荒唐 这不是还有一位合适的吗 皇后笑道 秦艺术哑口无言 在咬牙切齿了半赏后 贺道 还不如没有 说不准 他还能将五公主一直养在宫中 不受半分委屈 皇上 皇后笑音淫道 臣妾不知 皇上到底是看不上苏大人呢 跟他较劲呢 还是皇上在跟自己较劲儿 秦艺术一下子被问住 嘴张了又张 最终也没有说出话来 说实在的 他也不知道 苏文轩在年轻人中属于出类拔萃的 平貌皆家 性情稳重 做事既认真仔细又不乏应有的格局 最关键的是 素日洁身自好 从未有过任何在封月场所之事 但在他听闻五公主倾慕苏文轩时 心中没有半分 吴家游女出掌成的喜悦 更无半分寻得成龙快续的心安 反而有贼人上门的愤怒 这种愤怒越过了他素日对素文轩的欣赏 让他看素文轩无论如何都不顺眼 甚至想让素文轩吃鞭受挫 如皇后所说 他也不知道到底是在做什么 是跟素文轩较劲 还是跟他自己较劲 但是心中的这股火气 却是必须要洒出来的 否则实在觉得编闷得很 秦义树仍旧是愤愤不已 抬了手招呼明海 传真的旨意 召素文轩此时入宫 此时外头已经日头西沉 找人出去通船 再请素文轩入宫 等到了崇阳殿的话 正是华灯初上 皇上要用晚饭之时 皇上这是要请素文轩入宫用晚膳 明海心中猜想 但在看到秦义树 阴沉得几乎要滴出水的脸时 忙将探寻的目光收了回来 这架势 不是要请素文轩用晚膳的 而是想将素文轩变成晚膳啊 因为心中忐忑 加上前几日 五公主也给他塞了许多黄白之物 明海本着拿人手软的原则 在领着素文轩入崇阳殿时 提醒到 皇上似乎心绪不佳 苏大人还是要小心应对为好 素文轩本就因为入宫之事 诚惶诚恐 此时见明海如此说 越发心中一沉 却也没忘记拱手道谢 多谢公共提醒 苏大人客气 明海抬手 苏大人请 素文轩微微汗手 略略迟疑后 抬脚进了殿中 皇上此时正独自一人坐在桌前 有宫人陆续端了饭室进来 依次摆在桌上 素文轩低头走近 跪地行礼 微臣参见皇上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似没有听到一般 皇上并不理会 反而似自言自语一般 今日这安纯火候 似乎做得不大对 先撤了下去 昨日午饭时 正吃着蜜瓜滋味不错 再来上一些 豆腐皮的包子 正吃着略咸了一点 近日正口味偏淡 让御膳房注意些 是 明海应下 按照秦义术的吩咐 一一安排 而后 身边的侍女布菜 秦义术拿起筷子 漫条丝里地开始用饭 自始至终 也不曾叫了苏文轩起身 庞扶将他完全 荡成了空气一般 而苏文轩见状 也不敢多言 只这么低着头 跪在地上 秦义术仍就是细嚼慢咽 直到碗中的 一小碗米饭 吃了个前进时 盘中的菜 也用上了一小半 这才放下了筷子 明海急忙招呼人 送上茶水来漱口 撤去桌上剩余的饭食 秦义术站起了身 从苏文轩的身边经过 到了一旁的桌前 坐定后抬了手 起来吧 多谢皇上 苏文轩扣谢起身 因为贵的时间有些长 苏文轩的腿脚 此时有些发麻 有些站力不稳 只用力咬紧了牙关 这才勉强保持了平衡 过来陪阵下棋 是 苏文轩再次拱手应答 快步到了秦义术的跟前 也不敢直接落座 指着帮躬身站着 秦义术选了白子 将黑子推到了苏文轩的跟前 而后率先落下了椅子 苏文轩也急忙将手中的棋子落定 两个人并不言语 只是默默下棋 明海拾去 只退到一旁去不敢打扰 更让所有人 皆是到外头伺候 一时之间 整个店中 唯有烛火燃烧时 发出的轻微噼啪声 以及棋子落在棋盘上的巴搭声 一举棋下了小半个时辰 秦义术攥着手中的棋子 落在了关键的一处 而后抬眼看向苏文轩 你输了 皇上奇异精湛 微臣自愧不如 苏文轩急忙跪地道 秦义术瞥了苏文轩一眼 许久后才道 苏日里你也入重阳殿意过事 倒也不像今日一般 如此诚惶诚恐 平日是以君臣之力相见 虽然对皇上敬重 却也心中坦然 自然镇定自若 可今日 有点见未来岳父大人的紧张之感 苏文轩只觉得心中 没有半分的怼 唯有惶恐和畏惧 以至于他此时当真如履薄冰 胆战心惊 微臣失态 请皇上恕罪 苏文轩忙垂头道 若是真要论罪 你这罪过也多了去吧 秦义术冷哼了一声 这头一条 便是要将他的宝贝闺女给拐走 话音刚刚落地 殿外便传来一阵的嘈杂声响 引得秦义术紧促了眉头 外头为何这般吵嚷 明海急忙快步走了过来 看了一眼旁边的苏文轩 往秦义术跟前凑了凑 低声道 方才五公主身边的人过来 说是五公主吩咐她 来送一叠子藕粉糖糕 来给皇上当夜宵 秦义术文言 这脸色越发阴沉了些许 哪里是要给她送夜宵的 分明就是来打探些消息 生怕她这个乐障 欺负了未来女婿 在五公主眼中 她这个做父亲的 便是这般心性小的人 还是说 现如今在五公主的眼中 她这个父皇 根本比不上眼前的 这位苏文轩 总之 秦义术是越想越气 看苏文轩也是越发不顺眼 只喝道 下棋 苏文轩方才并不曾听到 明海跟皇上说了些什么 这回子见皇上脸色越发不好 心中也是越发担忧 尤其此时皇上并没有叫她起身 也只能跪在地上 拿了棋子来落 这举棋 下了足足半个时辰 最终两个人打成了平手 道有些长进 秦义术冷哼一声 既是你这棋义 还算上的台面 那便做好用心歇下 正道也好好看看 你究竟是何水准 皇上发了话 苏文轩不敢怠慢 只谢了恩后 小心翼翼地坐在皇上对面 二人开始新的棋局 一番厮杀之后 在半个时辰后 有了结果 皇上输了 输给苏文轩一个字 好小子 秦义术咬牙切齿 苏文轩再次满脸惶恐 刚要跪在地上 却被秦义术张口喝道 不必再藏着掖着 只发挥你的正常水准即可 还不幸啊 他下棋下了这么多年 这棋义竟是比不过 苏文轩这个矛头小子 话音落地 秦义术便是再次率先落了一字 苏文轩垂了眼眸 抬手放下棋子 店内巴搭巴搭的 烙子声接连不断 外头伺候的明海 则是忍不住打了个哈欠 师父若是困了 先到旁边瞇上一会儿 小的们在这里盯着就是 一旁的小太监道 若是往常的话 估摸着还可以 可今晚 明海抬眼往里张望了一番 还是谨慎些好 里头那位主 今日情绪不稳 不知道要闹腾什么事情出来 他可不敢这个时候 拖了空去 你们也都仔细点 给我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明海不忘提醒了一番 是 小太监们见明海如此郑重 也都不敢有丝毫懈怠 越发将身子挺的笔直 生怕被挑出来一丁点过错 月亮渐渐升高 又缓缓落下 连屋外的寒风都彻底停歇下来 但殿内却仍旧没有任何要停止的意思 一局 两局 三局 直到屋中的烛火几乎烧到了尽头时 这天已是有些蒙蒙亮 明海又一次探头往里看了看 看到屋内两个人此时都还精神抖擞的 便也不敢出声打扰 只往二人的杯中又添了些热茶 眼看着时辰差不多要到了该上早朝的时候 明海这回子不敢耽搁 只先吩咐底下人去准备一英洗漱之物 以及皇上上朝时要穿的朝服 此时的秦义树正捏着手中的棋子 眉头紧皱 迟迟无法落下 直到将所有能够走的棋全都想过一遍后 秦义树将手中的子扔进了棋寺中 朕输了 又输了 从他开始发话让苏文轩好好下棋之后 他便再没有赢过苏文轩 实在是可恶 当真是既不如人不成 秦义树紧皱着眉头 不知道该怎么发上一通火时 明海缓步走了进来 成皇成孔 皇上到了该上朝的时辰了 经明海这么一提醒 秦义树抬眼望了望窗外 这才察觉了东方的天空已是露出了鱼杜白 这个时辰 群臣已经入了宫门 正朝重阳殿走来 更衣 秦义树站起了身 而后看了一眼 此时满脸结实眷色 且阴下了一晚上的旗 衣上都已皱巴巴的苏文轩 你也去收拾一番 好歹也是正无品的官员 这服模样 像什么样子 是 苏文轩忙硬了声 明海早已做人准备了一阴之物 此时得了皇上的应语 忙着人带苏文轩去收拾了一番 一刻钟的功夫后 朝臣陆续到了重阳殿 在平日的位置上站好 等待皇上上朝 又等了大月一炷香的功夫后 秦义树才姗姗来迟 众人见状 皆是忍不住互相看了看 甚至有的人开始交头接耳了起来 皇上速来勤勉朝政 甚少有上早朝这班迟的时候 最关键的是 皇上进来时 后面还跟着苏文轩 苏文轩是跟着皇上 一并从内殿出来的 可是这样早的时间 他们是宫门开了后 第一波进来的人 这苏文轩又是几时入了宫 才会跟皇上一并上早朝 莫不是这苏文轩 昨晚上在宫中待了一夜 还是与皇上在一处 这苏文轩莫不是要平步青云了 就在众人猜测之时 秦义树却是清了清嗓子 上朝之前 朕有一件事 须得昭告天下才是 张口便用了昭告天下四个字 殿上所有人皆是打起了精神 躬身应答 是 朕膝下的五公主 聪慧端庄 朕最为喜爱 现如今五公主到了婚嫁之灵 朕曾从一众青年才俊之中 仔细择选了一番 为的便是能够为五公主 挑选一位如意的夫君 现如今朕和皇后 也是千挑万选 任为礼部郎中苏文轩十分合适 特下指为五公主和苏郎中赐婚 由礼部操办大婚之事 秦义树话音落地 整个崇阳殿顿时一片哗然 苏文轩即将成为驸马 苏家满贡三个孩子 一个大秦国最年轻的尚书之妻 唯一一个异姓郡主 最年轻的异品告命夫人 一个乃是即将亡婚的准太子妃 未来的皇后 异国之母 现如今 竟是又出了一个驸马 这歌在整个大秦国 可谓绝无仅有啊 不 歌在历朝历代也从未有过 这苏家怕不是要上天了 而此时此刻 连苏文轩听到这样的旨意 也是呆愣在了原地 昨天晚上 他在重阳殿中 可谓成皇成孔地待了一晚上 甚至在晨起皇上更衣洗漱后 领着他来大殿上朝时 都还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苏文轩觉得皇上肯定是厌恶他的 而他和五公主的婚事 也不再会有任何希望 但现在 皇上竟然在大殿上当着群臣的面 为他和五公主赐婚 这是真的吗 秦义树见苏文轩此时目光呆滞 不耐烦地喝道 竟是连谢恩都不知道了不成 苏文轩这才回过神来 急忙跪地行礼叩拜 微臣谢皇上垂青 因为情绪激动 加上对此事不可知性的缘故 苏文轩的动作显得有些慌乱 连说话都带了浓重的颤音儿 初喜 秦义树再次撇了撇嘴 但当着重阳殿上所有人的面儿 却也没有表露太多不高兴 只收敛了情绪 端正坐着 苏文轩谢了恩 其他朝臣更是跪了地上 恭喜皇上 恭喜五公主 恭喜苏郎中 一众人齐刷刷的声音 响亮无比 透过重阳殿传出来老远 更在整个皇宫之中回响不断 皇上赐婚五公主和苏文轩的消息 很快便在京城的大街小巷流传开来 几乎人景皆知 才子家人 一段佳话 此事有了旨意 苏文轩心思踏实 先是跟家中报了喜 而后便是结合礼部筹备之后的事情 太子与苏云若的婚事再来年五月 而五公主和苏文轩的婚事定在了七月份 前后只差了两个月的时间 一个是太子殿下大婚 一个是皇上宠爱的五公主出嫁 二人婚事所用之物皆是精挑细选 不容有任何措施和遗漏 礼部和宫中内侍司上下 皆是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 每日忙上忙下 几乎到了脚打后脑勺的地步 再又下了两场雪后 越发临近除夕 礼部和内侍司自然也是越发忙碌 寻常官患和百姓之家 也因为要筹备过年之事 终日不得空闲 今年后半年风调雨顺 粮食收成颇风 又因为战事平定 不必再缴纳额外的税营 工作打仗的花销 百姓手中皆是有一定咸鱼花销 以至于今年过年 置办的年货比往年丰盛许多 年过得富足 百姓自然心中喜乐 描述这样近况的奏折 一封一封递了上来 皇上看着高兴 倒也冲淡了些许 即将嫁女的哀愁 甚至因为心中欢喜的缘故 特地请了皇后 一并到玉花园中 观赏开的极盛的梅花 红如烟霞一般的梅花 映着这几日还不曾融化的白雪 景致尤其美妙 二人也不带宫女和随行的太监 只这般手挽手 在永路上慢慢走 有微风吹来 暗香浮动 几半梅花飘落下来 正落在了皇后乌鸦鸦的发丝上 今日的皇后 本就没有用太多的发饰 只用了几只无暇的 杨枝白玉雕刻而成的 发簪固定头发 越发显得梅花花瓣 红艳美丽 秦义树停下了脚步 为皇后轻轻地 将那梅花的花瓣给摘取 动作间 秦义树不由地笑出了声 皇上便这般取消臣妾 皇后娇称 朕可不曾取消你 不过就是想起来 最初朕第一次 见到你时的情景了 秦义树笑道 皇后闻言 微微一正 思绪便被秦义树的目光 带得有些远 当时的秦义树 刚刚被封为太子 那一日太后在后宫设了宴席 请经中的告命夫人 和未出阁的名门闺秀 入宫敷宴 名义上是说 玉花园梅花盛开 请众人前来赏花 实际上是因为知晓秦义树 因为与发妻一向 并不能交心而苦闷 现如今秦义树已是成为上位者 好替她挑选 和心意的人为侧妃 早早地充实后宫 皇后当时作为贺家嫡女 自然也在应邀之列 跟随贺老夫人 一并入宫敷宴 贺家是名门世家 太后与贺老夫人 亦是秦义深厚 对皇后自然另眼相看 由于为秦义树引荐 特地着人 带皇后到花园中走一走 好让秦义树相看一番 秦义树当时便看到了 站在簇簇红眉之间 端庄贤淑的皇后 当时亦是雪后盛开的红眉 如火一般热烈 皇后助力其中 越发显得闲雅清秀 气度不凡 直一眼 秦义树当时便沦陷其中 要求了先帝为其赐婚 从此以后 便是二人恩爱和睦 羡煞旁人 回想往事 皇后鸣嘴直笑 都是些陈年旧事 皇上还记得 这是自然 秦义树伸手将皇后的发丝 拢到耳后 动作温柔且轻密 有些人 只需一眼便可认定 而有些瞬间 须得一辈子来铭记 秦义树勾纯笑了笑 朕这段时日忙碌 几日不曾入了后宫 今日刚好得空 一并去点母后请安 在母后宫中用午饭吧 皇上笑心 只是这回子只怕不成 还是吃上一些再去吧 皇后笑道 姑摸着 待会儿不等皇上与臣妾前去 母后便要找人请了皇上和臣妾过去呢 哦 秦义树测了测脸 这是为何 方才底下人来报 说是定国公夫人 今日入宫啊 皇后这话 让秦义树越发诧异 定国公夫人入宫 不过是陪母后 说话解闷 倒也不必 咱们做陪 若是寻常来陪母后 自然不会惊动了皇上 只不过今日属事不同 皇后见皇上满脸皆是诧异 便也不再继续卖关子 只笑道 臣妾听闻 前段十日有人登了陆家的门前去提亲 去陆家提亲 秦义树护得抬了眼皮 给静儿提亲 是呢 皇后笑着点头 所以今日定国公夫人来 是要为静儿请旨赐婚来的 秦义树呵呵笑了起来 那朕倒是好奇得很 究竟是谁家的儿郎 能入得了陆家的眼 西晋云国楼氏不足的楼雁玲 皇后如实答道 楼雁玲 秦义树在口中 将这三个字念叨了许久 笑了起来 朕想起来了 先前幼儿提过此人 楼氏在西晋云国也算是大不足 楼雁玲也称得上的当家人 地位也算不低 又有拥护拓跋于登基之功 在西晋云国也算位高权重 进而乃是陆家嫡女 嫁给这楼雁玲的话 也算没有辱没了门地 还算门当户对 只是西晋云国到底距离京城遥远 又是蛮荒之地 定国公和定国公夫人 竟是也舍得 自然是舍不得的 皇后道 楼雁玲也明白此事 所以辞了西晋云国那的官职 只带了家底戏软 在京城落了脚 楼氏部族 原就是做生意出身 现如今楼雁玲掌管香料生意 又与玉景一并开始 做起了不匹饭售的生意 赢两方面是不必发愁的 这楼雁玲也颇为追求上进 据说近日用功读书 更求了定国公举荐旗 到国子建读书 为的是来年有机会参加科举考试 楼家虽然在西晋云国 算得是名门望族 在国主拓跋于跟前得脸得宠 但到了大秦国 却也不过是寻常之人 即便生意做得大 有足够的银钱傍身 可地位也着实有限 但若是能够考取功名 往后也算有个一官半职 多少在身份地位上 也算得上是保障 无论往后结果如何 楼雁玲这份上进的镜头 足以证明她对这桩婚事的重视 秦亦树连连点头 这个楼雁玲果真不错 是不错 皇后笑道 所以这定国公夫人 越看着楼雁玲越满意 心中欢喜无比 特地来宫中请指赐婚呢 陆家乃是功勋世家 定国公又是三朝老臣 西夏唯有金儿这么一个嫡孙女 她的婚事自然是配得上皇家赐婚的 秦亦树一边点头 却又一边撇了嘴 只是这话又说了出来 怎的旁人家嫁女就这般欢喜 全然不像她一般 越看未来的女婿越不顺眼 难不成 她虽然身为异国之君 但仍就是个心地狭窄 小度鸡肠之人 若是用民间的话来说 便是丈母娘看女婿 越看越欢喜 皇后鸣嘴直笑 皇上听这话 是丈母娘 也就是岳母 可没说岳父呢 如若不然 皇上您猜猜 为何是定国公老夫人 来宫中请太后的一职 而不是定国公老爷子 到皇上您跟前去请指 秦亦树先是一愣 接着哈哈笑了起来 说得不错 就是说嘛 哪有岳帐看女婿顺眼的 不扒层她的皮就不错了 可见不是她心性小不容人 不过就是全天下的父亲也好 祖父也罢 皆是一模一样而已 秦亦树忍不住弯起了唇角 趁着过年前 政务不算繁忙 皇上亲自拟了纸 为陆文静合楼雁灵赐婚 而二人的婚期 便定在了来年六月份 诏书一下 再次在京城掀起了轩人大波 在那些名门世家之中 陆家算得上是资历最老 功勋最大的一家 陆文静身为陆家这辈中 唯一的嫡女 自然被其他门第相当的 名门世家惦记着 就算不惦记着的 也都十分想看上一看 自小及万千宠爱于一身 锦衣玉食的陆文静 到底会跟怎样的人澄清 外头的人讨论 静儿和楼公子的婚事 这样热火朝天的 大约也能少议论些苏家的事情 苏玉锦衣边吃着酸酸的杏子前儿 一边笑道 陆家位高权重 名门世家 京城的人即便议论一二 却也最多只敢感慨一番 不敢说酸溜溜的话 或者讥讽之言 可苏家不同 苏家原是小门小户 骤然尚未 许多人眼红心热 甚至会因此而心生极恨 说话上也会口无遮拦 倘若先前 唯有太子与弱弱的婚事 大约会像你担忧的那般 但现如今 大哥又要与五公主成婚 这议论的人便不敢再造次了 贺言修笑着安慰 苏玉锦想了想 点了点头 倒也是 就好比是 都是一个水准线上的人 突然有人发达 旁人震惊之余 更多的是嫉妒 因为原本觉得是一样的人 好事落在你的头上 旁人自然心有不甘 但若是两件事 同时落在一个人头上时 旁人震惊之余 更多的便是羡慕了 因为知道那是他们 已经达不到的高度和气韵 极度一事无用 就好像搁在现代社会时 寻常人不会极度当红明星 乃至知名企业家 奢华无比的试穿住行 反而是极度周围的同事 穿了一身 比他贵五百块钱的衣服 当层次相差太多时 羡慕和敬仰会多于极度 苏玉瑾越想越觉得如此 又往口中丢了一颗杏子前耳 你这一下午的功夫 已是吃了整整一叠子的杏子前耳 看到我都觉得胃疼 也到了半下午的时候 你想吃些什么 我吩咐小厨房的人去做 贺言修说话时 已是给苏玉瑾 倒了一杯旁边碳炉子上 一直微着的雪梨水 雪梨润躁 最是适合冬日饮用 苏玉瑾也不讨厌 青葵便时常捉人背着 方便苏玉瑾喝 此时苏玉瑾将杯中的雪梨水 喝了个前进 歪头想了想 这回子倒是想吃麻辣火锅了 好 我这就让人给你准备 贺言修刮了刮苏玉瑾的鼻子 打句起来 都说酸儿辣女 你这又是喜欢酸 又是喜欢辣的 莫不是腹中怀了龙凤胎不成 这番话顿时提醒了苏玉瑾 下意识将手搭在了肚子上 昨日贺老夫人来看她时 提及她的肚子 比正常六个多月的 有孕妇人肚子要挺上许多 看着似乎也大了一些 苏玉瑾这一开的怀象 有些靠前 肚子也是往前涨 苏玉瑾只当是 因为肚子形状的缘故 影响了视觉而已 并不怎么在意 且怀孕的月份和预产期 皆是以最后一次生理期的时间 来推断得知 但实际上会有一定的时间差 而这时间差 最长可以接近一个月 所以苏玉瑾也只觉得 自己的肚子 比寻常月份略大上一些 不过只是因为怀孕时间差的原因 并没有多想 现在贺言修突然提及这件事 苏玉瑾抿了抿唇 在第二日薛太医前来请平安卖时 询问道 薛太医可觉得我这卖相 有什么与寻常妇人不同之处 薛太医文言 顿时有些犹豫 微微醋眉 老朽前几次为平安郡主诊卖时 察觉出来些许不同 但一时有些吃不准 还不敢下了断言 今日来为平安郡主诊卖 这卖相更加强烈 但也看不出来哪里有什么不妥 可是平安郡主觉得身体哪里有些不舒服 舒服是没有的 只是我觉得我这肚子有些大 这两日胎动时感觉动作幅度也有些大 苏玉瑾道 所以猜想着 腹中是否会有双生胎 薛太医眉头拧得越发深 平安郡主若是这般说的话 倒也极有可能 这卖相上的异常也就可以解释了 只是老朽虽然熟读医术 从医术使年 但大多大夫均不能在卖相上断言是否是双生胎 平安郡主若是想要求证一番的话 可让经验老道的稳婆前来 让其仔细摸一摸郡主此时腹中胎儿的位置 大约便可以断定了 薛太医本是精通复音之科的大夫 原也有分辨的能力 只是他身为男子 多有不便 只能烦劳苏玉瑾去请了旁人 明白了 苏玉瑾点头 有劳薛太医 平安郡主客气 薛太医笑道 平安郡主如今月份见大 可以适当增加一下活动量 也可以多出去走上一走 是这样 苏玉瑾连连点头 母体在怀孕期间会积攒一定的营养 囤积一定的脂肪已被生产 这段时日需得更加注意体育锻炼 一来可以让身体更加健康 生产时少受一些罪过 二来也免得身形严重走样 且现如今冬日天气寒冷 成日窝在屋中 越发怕外头的寒风 连门窗都不敢多开 屋中的空气难免不新鲜 多出去走上一走 是现如今最合适的安排 苏玉瑾将此事记在了心上 在送走了薛太医后 便寻了由头在外头走上一走 舒展一番筋骨 带走得累了 回屋歇息时 稳婆也到了屋中 稳婆姓马 在京城小有名气 接生了许多人家 经验颇为老道 为了能够让苏玉瑾安心待产 生产之时不出任何问题 贺夫人许以重金 早早地将马吻婆请到家中 与宫中的两位姑姑 一并照顾苏玉瑾的饮食起居 日常养胎 苏玉瑾说明了各种原委 笑道 实在是心中不放心得很 思来想去的 还是烦老马婶子 给看上一看 马吻婆一听苏玉瑾的话 顿时笑了起来 先前看郡主的肚子偏大一些 原是猜想过 却又怕猜得不对了惹人笑话 便想着等到胎儿入盆时 再好好看上一看也不耽误 现如今郡主既是往这边猜想 那我便帮郡主好好看上一看 烦老郡主平躺在床上即可 说话间 马吻婆扶着苏玉瑾在床上躺下 为防止苏玉瑾躺着不舒服 特地将她的腿微微蜷缩起来 可能略有些不舒服 郡主忍着些 马吻婆一边说话 一边将手放在了苏玉瑾的肚子上 先是摩索了一番 紧接着试探性地摁了摁 待腹中的胎儿有所反应时 则是引导着 让胎儿跟着她摁着的节奏来动 在马吻婆的动作下 苏玉瑾腹中的胎动越发明显 动作幅度也越来越大 而很快 苏玉瑾感觉到了一样 胎动集中在两个不同的位置 而且距离有些远 远远超过了一个胎儿此时 应有的身高长度 这 苏玉瑾挑了眉 郡主应该也察觉出来了 马吻婆笑道 郡主的腹中应该是双生胎没错 且两个胎儿皆是十分抗健 恭喜郡主 马吻婆服了一服 只是这一下子怀了两个 会比寻常有孕的妇人更加辛苦一些 郡主也要格外当心 注意保养 是 多谢马婶子 苏玉瑾道了谢 又让青葵取了银子来奖赏 将其送了回去 一下子怀了两个 意味着四个月后 她怀中便会有两个粉雕玉琢一般的奶娃娃了 一想到此处 苏玉瑾嘴角忍不住扬了起来 而傍晚归家的贺颜修在得知此事后 亦是满脸喜色 晚上睡觉前更是浮在苏玉瑾的肚子上听了又听 而后兴冲冲地将苏玉瑾搂在怀中 也不知道双生胎是两个男孩还是两个女孩 又兴许 是一对龙凤胎 若是龙凤胎的话 那就更好了 这样的话 往后她和苏玉瑾既能当祖父和祖母 又能做外祖父和外祖母 可谓十分圆满 看贺颜修兴冲冲的模样 苏玉瑾的手搭在肚子上 笑到 估摸着须地等到生产的时候才知道了 这是自然 贺颜修笑着点点头 将软枕仔细地放在苏玉瑾的身侧 现如今苏玉瑾月份见大 贺颜修本就觉得她十分疲累 更担忧祖月后生产时的是 眼下知道她腹中怀有双生胎 越发地开始担忧 与子生产 犹如一脚踏入了鬼门关 十分凶险 皇后当初还是贵妃时 怀孕时不可谓不养的不惊细 周围更是有无数医术精湛的太医和医女照料 生产小公主时都险些丧了性命 幸得苏玉瑾医术了得 这才幸免 那苏玉瑾生产时 一想到这件事情 贺颜修当晚便失了眠 而后的好几晚上皆是睡眠不安 成日的忧心这件事 第六百四十一章不要钱 思来想去的 贺颜修最终还是将目光放到了宫中 能选入宫中的太医也好 稳婆也罢 皆是经过千挑万选出来 经验极其老道之人 做事十分稳妥 所以一定要多要几个放在身边 以防万一 贺颜修这般想 寻了个合适的下午时间入宫 秦义术正在崇阳殿的那点批阅奏折 得知贺颜修来 便让他进来 参见皇上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贺颜修一进来 先端端正正地行了个大礼 写理型的板证 话更是说的字正腔圆 声音喊的响亮 这幅模样 只经的秦义术手中 正在批阅奏折的笔 险些落了下来 一双眼睛更是瞪得老大 看了贺颜修片刻后 低头想了许久 这小子这段时日 一直不曾入宫来 今日突然来了 且这般装腔做事的 是了 快到过年了 他是一国之君 但也是贺颜修这小子的姑父 算得尚是长辈 八成是来讨压岁前的 起来吧 秦义术抬了手 你今日来 想要从镇这里 讨多少银钱走 直接询问 免得这孩子在这 跟他胡搅蛮缠 皇上误会 臣今日来 并非是来讨银两的 还请皇上放心 贺颜修拱手回答 不是来要钱的 秦义术顿时心头一清 整个人的身体 不自觉地往后靠了靠 那你今日来 是什么事 不瞒皇上 平安郡主生产在即 家中人手实在不够用 因而臣想从皇上跟前 跑上几个经验老道的太医 医女和稳婆 好帮助平安郡主顺利生产 贺颜修朗声道 原是为了这事 秦义术越发觉得十分轻松 只点头印下 这不是什么大事 你只去求了皇后 让皇后替你安排就是 只要不是来要钱的 别的事都好说 多谢皇上 贺颜修跪地叩谢 待抬起头来时 眼珠子咕噜转了一圈 皇上 臣还想讨上一些人参 鹿龙等药材 已被平安郡主生产所用 需要什么 直列了单子给了明海 让他这人去太医院纳取了 就是 既然人都已经派了过去 多给些药材什么的 也没什么 且到底这平安郡主 是头一胎生产 贺颜修初位人妇 心中欣喜无比 这样诚惶诚恐 只觉得各处都准备 不周的心情 秦义术觉得身位过来人 也是可以理解的 多谢皇上 贺颜修再次叩谢 臣这就先去求见皇后娘娘 请皇后娘娘给安排人手 臣先告退 去吧 秦义术只摆手 示意赫颜修快歇走 而后则是继续埋头 批阅案上的奏折 等那落得跟小山一般的奏折 全都批阅完毕时 已是到了傍晚 秦义术做人备了教念 到皇后宫中用晚饭 皇上来的时间 当真是刚刚好 臣妾也是刚刚忙完 皇后笑道 若是皇上来得早上一些 怕是臣妾还不得闲呢 就是知道你要劳神 去张罗挑选 所以特地晚了一些过来 秦义术道 都给颜修预备好了 都预备好了 皇后点头 帮着薛太医 一并看诊的太医 日常照料的医女 生产时的吻婆 还有颜修要的那些布料 精气 皆是已经准备妥当 准备着人明日给送过去 布料和精气 秦义术顿时一愣 反应过来后 忍不住咬了咬牙 贺颜修就是贺颜修 这唾沫星子落在地上 到底是砸了一个坑出来 说不要钱 就是没有要钱 没毛病 宫中的人和物 在第二日时送到了贺家 苏玉瑾看着 几乎占了满院子的人 和摆放的东西 立刻明白 这是贺颜修的主意 顿时哑然失笑 但一想到贺颜修的用意 心中也是一阵欣慰 只将这些尽数收下 天气日渐一日的冷 三九寒冬 滴水成冰 待最冷的四九过去 五九的第四天迎来了楚西 和家团圆 普天同庆 楚西之夜 每家每户皆是喧嚣而热闹 过年期间的鞭炮声 从大年初一的子时开始燃放 霹雳啪啦的声响 断断续续到了正月十四 被各种各样的炮涨和烟花所取代 正月十七过后 所有官员假期结束 恢复往日的上涯 此时 苏玉瑾距离预产期 还有十多日的功夫 因为惦记着苏玉瑾生产 赫颜修心中难以安定 只在头几日时 到户部安排了一英大小的事务后 便到皇上跟前告了假 在家安心陪伴苏玉瑾 苏玉瑾现如今肚子越发大 走起路来都需双手拖着运渡 才能勉强行走 好在苏玉瑾苏日里 十分注重身体锻炼 每年晨起和傍晚 还能继续在院中来回走动 你身子这样不方便 该多歇一些才是 赫颜修一边谨慎小心地扶着苏玉瑾 一边道 越是临近生产 越需要多多走动 苏玉瑾笑着解释 若是这回子一直懒着 怕是孩子不好入盆生产了 苏玉瑾说话时 脚步没有停歇 却因为腹中胎儿胎动的缘故 急忙拖住了肚子 身子更是往下蹲了蹲 没事吧 赫颜修急忙扶住了他 满是担忧 可是要生产了 没有 苏玉瑾深吸了两口气后 平复了气息 不过这肚子里头的小家伙 话音还未落地 苏玉瑾便觉得腹中 传来了一阵疼痛 是那种 似在肚子最里面 隐隐发出的 闷闷地疼 这疼先是来了一下 很快感觉不到 但片刻后再次疼了起来 这样的疼法 持续了好几次后 苏玉瑾越发紧握了 赫颜修的手 咬牙道 快扶我进去 看苏玉瑾此时眉头紧皱 脸色发白 双手指紧紧抱着肚子的 赫颜修顿时明白了 其中的情况 一边扶着苏玉瑾先进屋 一边喊了青葵和水兰过来 让他们两个赶紧去请太医 叫吻婆 苏玉瑾进屋之后 将外衣给脱了下来 仔细地判断了一下 此时阵痛之间的间隔 自觉时间还长 便先让青葵和水兰 去准备热水 好供他沐浴 沐浴更衣 等头发都被干精子绞得差不多快要前透时 苏玉瑾发觉腹中的阵痛已经达到一定程度 且间隔时间差不多三到五分钟一次时 便起了身 去产房 苏玉瑾急忙到 声音有些发颤 气息更是不稳 赫颜修急忙扶住苏玉瑾往产房走 见苏玉瑾此时行动实在不便 钱翠将他打横抱起 直冲向了产房 因为准备得早 苏玉瑾待产之物皆是因俱全 太医稳婆也皆是现成的 尤其是经验老道的稳婆和宫中派了来 专门伺候苏玉瑾的姑姑们 几乎占满了整个产房 一众人早已商议好了分工 此时正有条不稳的忙碌 准备热水的 查看苏玉瑾此时腹中胎儿入盆状况的 查看苏玉瑾此时是否出血的 准备吃食的 帮着太医准备催产助产汤药的 所以产房之中人数虽然多 但没有分毫的杂乱 贺老夫人和陆氏得了信 此时也急匆匆地赶来 刚进了院子门便着急忙慌地询问 如何了 刚刚进去产房 稳婆说才开了三指 底下知情之人如实回答 才开三指 那就还早 苏玉瑾是头一胎 又是双生胎 必定是要耗费极长的时间 贺老夫人和陆氏 皆是经历过生产之痛的 这回子眉头直皱 满脸皆是担忧 怎的不听产房里头有声响 虽说才开三指 但腹中的阵痛 应该已经十分规律且急切 寻常富人皆是容易承受不住 只能通过呐喊将来缓解 郡主说才刚开始 若是一位的喊帮不得任何的忙 反而浪费了气力 还是要略忍上一忍 也好保存了体力 轻葵回答 陆氏连连点头 的确如此 这个道理 在富人生产之时 皆是会仔细交代 且所有人也都明白 但明白是一回事 真正做实 又是另外一回事 尤其这是生孩子 腹中所经受的疼痛 不亚于浑身的骨头 皆是被打断 能够紧咬了牙关 默不作声的 大约也只有苏玉瑾一人了 陆氏心中 对苏玉瑾生出了几分的钦佩 但更多的是心疼 心疼苏玉瑾 能够如此懂事 更心疼 她能够如此隐忍 产房血腥气重 人也多 母亲先到正堂歇着 而喜去看看玉瑾 陆氏道 贺老夫人闻言 张口便想反驳陆氏的话 因为她也想去看看 苏玉瑾此时的状况 好安慰安慰她 让她也好 有更多的力气生产 但如陆氏所说 她是家中的老夫人 现如今年岁大了 到哪儿都难免要让人照顾 苏玉瑾更是个 孝顺懂事的孙媳妇 看到她之后 只怕还要惦记着 吩咐人来看顾着一些 安慰的作用起不到 兴许还要添上一些乱 贺老夫人在略想了想之后 便打消了这个心思 支点了点头 这万事都交给你了 一定要安排得妥当一些 母亲放心 陆氏扶着贺老夫人入了正堂 而后便急忙进了产房 去看苏玉瑾的状况 苏玉瑾正在 贺大夫开好的催产汤药 而为苏玉瑾汤药的 不是旁人 正是贺言修 陆氏见状 顿时愣了一愣 一旁打下手的妈妈 见陆氏进来 忙到了跟前 夫人 这男子原是不能进产房的 可老奴们怎么说 二公子都不肯听 夫人这回子来了 还是劝一劝吧 无妨 贺家的传承罢了 只由着他去就是 陆氏不以为然 而说话的妈妈 却是愣了一愣 贺家的传承 指的是什么 就在他愣神之时 陆氏已是到了床边 哪怕子替苏玉瑾 仔细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 接着问问婆 郡主现下如何了 回夫人 已是开了五指了 吻婆道 三指到五指 从这个时间间隔上来看 倒也不算慢 想来 苏玉瑾应该能够早些生产 少受那么些罪过 阿弥陀佛 陆氏先是在心中 默默地祈祷上天 和佛祖菩萨了好一阵子 接着冲一众吻婆道 你们一定要将浑身的本事 拿了出来 帮助郡主早些平安生产 若是一切顺利 我们贺家重重有赏 这些吻婆自到了贺家之后 每日可谓锦衣玉食 过得十分舒坦 皆是觉得贺家带人十分大方 眼下还要再少 众人心中欢喜 做起事来 一时越发用心尽力 陆氏健壮 颇为满意地点了点头 只再次帮苏玉瑾 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方才我进来时见过太医 太医说你体质一向温厚 太也养得极佳 这一胎一定能够平安生产 薛太医等人皆是堪称国手 医术精湛 有他们在 你也尽管放心 不会有任何意外的 鱼子生产 这身上的疼是一回事 心中的担忧和惶恐 则是远胜身体所遭受的疼痛 陆氏明白这个道理 更知道此时该说什么话 苏玉瑾更是明白 陆氏此时的用意 只连连点头 是母亲 伸手推了推 已经空掉的药碗 强忍着腹中 越来越剧烈且密集的阵痛 苏玉瑾道 母亲先带颜修出去吧 女子生产 大多是希望丈夫在一旁陪伴 当初贺成业因为她生产时 在一旁陪伴了整整一夜之事 迄今在整个京城中 也时常被人提及 更被视为他们夫妻恩爱之举 可眼下 苏玉瑾竟然要撵贺颜修出去 若是没想到 苏玉瑾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顿时一正 严修在这里陪着你 你也能更加安心一些 你也不必理会 那些男子不能进产房的规矩 咱们贺家并没有这样的规矩 母亲 苏玉瑾咬了咬牙 母亲先带颜修出去吧 并非是讲究什么 男子不能进产房的习俗 只是颜修若是在这里的话 我反而不能安心生产 她习惯了窝在贺颜修的怀中 软言软语的撒娇 习惯了这么多年来 贺颜修总是帮她处置好一些事情 更是习惯了贺颜修是她的坚强后盾 以至于在现在生产腹痛 贺颜修在她身边时 她也想在贺颜修的跟前 流上一鼻子的眼泪 总之 她在这里 她实在太心烦意乱了 苏玉瑾话说到这个份上 贺颜修便也不敢再坚持 只握握苏玉瑾的手掌 我就在外头等着你 一直陪着你 苏玉瑾点头 腹中的疼痛再次一阵一阵地传来 让苏玉瑾脸色越发白了白 额头上的冷汗再次冒了一层出来 这个时候 正是心烦意乱之时 陆氏不敢在这里多待 只先带着贺颜修出了产房 出了产房之后 贺颜修便拧眉立在了旁边 既不耽误一众人从产房进进出出 和苏玉瑾也只有一强之隔 也算是一直陪着她 但贺颜修觉得如此仍旧不够 只双手合十 对着头顶上的天空拜了又拜 她素日是不相信什么神灵佛祖的 但今日她很愿意相信一次 甚至想用自己的什么 换取苏玉瑾能够平安生产 而且是快一些的平安生产 如此也能少受一些罪过 贺颜修这般在心中祈求了好一阵子之后 突然就想起了当初苏玉若重伤昏迷不醒 而秦佩佑将她自己关在房中 闷头抄佛经之事 忽然就能够理解当时秦佩佑的心情 当心爱的人在面临生死之劫时 心中是没招没落的 贺颜修心中担忧到有些烦躁 但此时却什么都做不得 只能在原地不停地夺步 眼看着不断地有人继续进入产房 送入一盆一盆的热水 一碗一碗的生汤和催产的药 端出来一盆一盆的血水 贺颜修觉得自己的心脏 彷扶是被极大的拳头紧紧地攥在了一起 只让他喘不上来气 如何了 贺颜修追问 郡主已是开了七指了 底下人回答 线下如何了 贺颜修再隔了一刻钟后 接着询问 还是如方才一般 那现在呢 开了八指了 现在呢 贺颜修的追问 从最初一刻钟一问 变成了一盏茶一问 到了傍晚时 更是变成了躲几步后 便要问上一句 且原本安静的产房 渐渐传出了苏玉锦的喊声 起初是闷闷地声响 明显是忍不住才发出来的 而到了后面时 叫喊声渐渐响亮 带了几分凄厉之感 贺颜修听着这样的声音 眼睛变得通红 苏玉锦素来自立自强 他能自己解决的的 几乎不会跟任何人说 此时喊叫如此 必定是生孩子的痛 已是超过了他的承受能力 而造成他现在如此的 是因为要生孩子 生他们两个人的孩子 且两个孩子 往后姓贺 贺颜修心疼且愧疚 在再次听到苏玉锦一声 淒厉的叫喊声后 眼中的雾气快速疼了起来 汇集成了水滴 夺框而出 贺颜修这服模样 让一旁的兴安吓了一跳 二爷 常言道 男儿有泪不轻弹 兴安自认跟在贺颜修身边 十多年 从未见过他有如此的时候 而现在 贺颜修并不言语 只是闷着头静止出了院子 只走到一处高大无比的假山时 这才停了下来 只将握起的拳头 朝那假山砸了过去 力道极大 这一拳砸下去后 假山上留下了深深的硬痕 而贺颜修的关节处 亦是红肿了起来 二爷 兴安再次惊呼 可贺颜修却像是没有听到一般 只将握紧了拳头 再次砸向假山 一下 两下 待那假山硬生生地 被贺颜修砸出了一个大洞时 鲜血也顺着贺颜修的手背处低落 顺着手背流淌下来 贺颜修今日穿的是一件 月白色的长袍 烟红的血印在袖子上 瞧着触目惊心 疼痛渐渐地从手背关节处传来 让贺颜修皱了皱眉 食指连心 此时关节处的疼也足以钻心 可贺颜修觉得还不够 仍旧挥拳砸向那假山 二爷 兴安扑通跪在了地上 您这是何苦呢 贺颜修顿时愣了一愣 他也不知道 甚至不知道这回子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可现如今苏玉瑾在产房受苦 他总觉得他也需受些什么苦 感受到一些疼 才算公平似的 贺颜修收回了心绪 仍旧不停止挥拳的动作 就在心安不知道该如何劝说贺颜修停止这自参举动时 一阵哭声突然响了起来 是婴儿的哭声 且声音洪亮 贺颜修顿时愣了愣 手上的动作也不自觉停了下来 紧接着 又是一阵婴儿的哭声 而这次的哭声虽然也十分响亮 却不及先前的那阵哭声 这时 贺颜修没有反应过来 心安却是不停地晃他的胳膊 二爷 生了 生了 什么我生了 我如何能生 贺颜修一脸茫然 自然不是二爷生了 是郡主生了 郡主生了 心安觉得这回子已经不能去跟完全傻掉的二爷理论任何事情 只拉着贺颜修往院子里跑 刚进了院子 二人便险些跟报喜的婆子撞了个满怀 而那婆子站定后 眉开眼笑地冲贺颜修报喜 恭喜二爷 贺喜二爷 郡主平安生产 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 凑成一个好字呢 好 平安就好 贺颜修听到这话 喃喃自语了一番 接着便冲进了产房 因为有了先前的事 所以此时对于贺颜修进产房之事 一众人也都不在意外 只是收拾着产房 为苏玉瑾擦洗前茎 换上前茎软和的褥子 又将两个孩子包好先抱出去 先让如母为难 贺颜修到了产房后 看到苏玉瑾此时正紧闭了双眼 顿时满脸焦急 郡主这是怎么了 贺上书放心 薛太医收回刚刚搭麦的手 道 郡主刚刚产下双生子 此事实在太过于疲累 所以才睡上一会儿 待会儿便会醒来 目前平安郡主迈向平稳有力 并无什么大不妥 只需正常静养 在此处稍微观察上一个时辰 待病无任何异常后便可挪置卧房 老朽这就为平安郡主 开上一副产后恢复的汤药 待平安郡主醒来之后 每四个时辰服用一晚即可 有劳薛太医 贺言修拱手道谢 贺上书客气 薛太医言霸出了产房前去拟写药方 待写好后将其中一张 交给了苏玉瑾身边的青葵 交代了一番如何熬煮和服用后 又将另外一张方子交给了新安 薛太医 这时 新安看着那写的密密麻麻药方 颇为诧异 这是给贺上书开的 照方服用 一日三顿 越于后便可明显改善 薛太医捋了一把下巴上的山羊壶 满脸郑重其事 给二爷的 新安越发奇怪 这是治什么的 薛太医伸手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指这里的 二爷可不曾换了脑脊 薛太医怕是搞错了吧 新安道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薛太医头摇成了波浪鼓 话更是说得十分笃定 二爷这脑袋绝对有问题 若是没问题的话 能好端端地将手 作剑成这副模样 薛太医原来说的是这事 新安哑然失效 这不是二爷脑子的问题 而是二爷担忧平安郡主的缘故 这才 你的意思是 薛太医打断了新安的话 二爷是一个满脑子 皆是平安郡主之人 正是 新安头点如捣酸一般 这样的话 显得病情更加严重 那就更得治了 薛太医满脸认真 恋爱脑什么的 是最严重的脑部疾病 新安 你是太医 你说了算 苏玉瑾昏昏沉沉地睡了 几近一个时辰 待睁开眼睛时 便看到了坐在他身旁的贺颜修 你醒了 贺颜修忙往前凑了凑 现在感觉怎么样 还好 苏玉瑾因为方才叫喊的缘故 此时声音有些沙哑 孩子们呢 底下人说乳母们方才抱着去喂奶 贺颜修道 我这就让他们把孩子抱过来 给咱们两个瞧一瞧 咱们两个 他已经睡了这么久的时间 贺颜修竟是没有去看孩子 一直守在他身边 苏玉瑾愕然 但一想到贺颜修的性子 也觉得在情理之中 笑着点了点头 笨 你躺好 贺颜修一边说话 一边将苏玉瑾的背脚 仔细掖了掖 苏玉瑾这才发现 贺颜修手上缠着的绷带 显那绷带即便缠得足够后 却仍旧有血从里面渗出了许多 烟红一片 你的手 无妨 刚刚不小心碰到了 已经上了药 不妨是 贺颜修不以为然 只吩咐人去抱两个孩子 很快 孩子被抱了过来 只是并非是由乳母抱着 而是分别由贺老夫人和陆氏抱着 祖母 母亲 不等苏玉瑾起身 贺老夫人急忙到了跟前 快躺好 这月子里头一定得好好歇息 更不能闪了风 我把孩子抱到你跟前 你侧着身看 也方便 说话间 贺老夫人和陆氏 已是分别将两个孩子 放在了苏玉瑾的身旁 两个婴孩 此时正吃饱喝足地躺在墙堡中 闭着眼睛睡得香甜 且一个孩子左拳头露了出来 另外一个孩子将右拳头伸到外面 看着十分可爱 看着自己努力生下的两个孩子 苏玉瑾既欣喜又好奇 看看这个 瞧瞧那的的 满脸皆是笑意 谁先出来的 是哥哥和妹妹呢 陆氏笑道 你是孩子的母亲 先给孩子起个乳名 这几日我也让你们父亲和严修 仔细想上一想合适的名字 到时候拿过来让你挑 寻常孩子皆是在三个月左右时取名字 还有许多时间慢慢来取 好 苏玉瑾笑着点头 慈爱的目光再次落在两个孩子的身上 甚至拿手指头在两个孩子的脸颊上蹭了又蹭 两个孩子被人触碰 只觉得有些不舒服 不约而同地扁了扁嘴 其中一个咧着嘴角开始哇哇大哭 而另一个也不知是被吵醒了不高兴 还是被带动了情绪 也哭了起来 初为人母 苏玉瑾十分没有经验 这回子面对两个孩子同时在这里哭 被吓了一跳 更是惊慌失措地不知道该做什么好 贺言修离苏玉瑾和孩子们最近也是惊了一惊 而后急忙伸出手 一手一个轻轻地拍着强保 交给如母 带出去哄四个字还不曾被陆氏说出口时 只见两个小家伙皆是掩齐息鼓 不再咧着嘴大哭 而是张着口在强保巴蹭了又蹭 打了个哈欠后继续香甜地睡觉 苏玉瑾见状明嘴直笑 先前有孕在身时 只要你一碰我这肚子 孩子便不再有胎动 当时你还开玩笑地说 兴许孩子一看到你就能安稳睡觉 这下子算是阴厌了 有可能 贺言修忍不住弯了弯唇角 尤其看到两个孩子睡得无比香甜时 心中越发成就感失足 怕打扰了苏玉瑾休息 等他略看了看孩子后 贺老夫人和陆氏便先让底下的如母和丫鬟们 将孩子们抱出去好生看过 又说了一会子的话 贺老夫人和陆氏也不再打扰 先告辞离去 临走时 叮嘱贺言修要好好陪着 更叮嘱院中上下的丫鬟婆子 等一众奴仆仔细照顾 陆氏甚至特地去了趟小厨房 亲自看了看给苏玉瑾熬煮的各种药膳 这才放心离去 等回到院中 陆氏越发忙碌了起来 预备孩子洗三礼 安排人到苏家报喜 到宫中给太后和皇后娘娘报喜 预备着你写孩子满月宴席的宾客名单 这边 苏玉瑾吃了些丝瓜鲫鱼 虾仁酿豆腐 又喝下了一碗薛太医所开的 适合厂后排恶路的汤药 便又沉沉睡去 而后 是长达四十多日的坐月子生活 每日吃吃睡睡 待精神养足时 苏玉瑾便让人将孩子抱到屋中 亲自喂养一会儿母乳 陪孩子们玩脑一阵 新生儿生长速度 远就十分快 乳母们的奶水又十分充足 越发将两个孩子喂养得白白胖胖 几乎是一天一个样儿 哥哥先出生 个头也更大一些 饭量也更大 不过十多日的功夫 已是比妹妹大了许多 而妹妹出生时个头小巧 吃饭时也慢条思理 个头长得慢 却也是白白胖胖 看起来圆嘟嘟的十分可爱 而在性格上来论的话 哥哥明显活泼一些 等不吃喝也不睡觉时 一双眼睛就溜溜地四处打亮 手脚并用的推身上抱着的墙宝 似有用不完的力气 妹妹则是要文静许多 虽然也玩闹却是只用力地 将握紧的拳头往脸边放 试图要去啃上两个 妹妹这般贪吃 果真是碎了女校服这句话 苏玉锦见状忍不住打拒起来 能吃是福 贺颜修将女儿抱了起来 搁在她的脸颊上蹭了蹭 小家伙此时分辨不出来太多 却也似乎知道大人是在跟她玩闹 直连嘴笑了笑 还没满月的孩童笑的时候 发不出声响 唯有无耻之态 看起来越发地惹人喜爱 贺颜修只觉得自己的一颗心 都要被这样的笑容给完全融化 笑道 母亲还指望着你给孩子娶了乳名 这一晃半个月过去 你可有了想法 两个孩子皆是生在二月 二月更是初春 外头树梢刚冒了眼 正是杨柳依依之时 不如女儿便叫做依依如何 至于这儿子嘛 苏玉瑾顿了一顿 道 只想到了一个折字 折 折也 折字通常会与贤字共用 用来夸赞人的品行 也时常用来夸赞有智慧 是一个极佳的字 这个字极佳 贺颜修点头 接着晃了晃怀中的女儿 依依 哥哥叫折儿可好 一旁的折儿 突然就很羡慕被爹爹抱是怎么回事 孩子一日一日地长 他儿也是一日见一日地暖和起来 转眼 这日子便到了五月 折儿和依依过了百天 也正是拥有了各自的名字 贺英哲和贺婉依 五月二十六 是秦佩佑和苏云若成婚的日子 太子殿下的大婚仪式 在礼部和内侍司大半年的精心筹备下 隆重且盛大 除了皇家应有的礼制以外 皇上特地允许苏家可随意被办嫁妆 苏家便也趁此 为苏云若添置了许多陪嫁之物 没有了定数约束 这嫁妆便是越多越好 真真正正是十里红妆 让整个京城的满城繁花 皆是湿了颜色 太子殿下大婚 整个大秦国有莆天同庆之感 与大秦国交好的邻国 也纷纷送来了各种丰厚的贺礼 而西晋云国因为国主拓拔鱼和秦佩佑的交情 拓拔鱼特地派了西晋云国的重臣前来祝贺 更送上了许多贵重之物表示恭贺 到了六月份时 是楼燕玲和陆文静大婚 楼燕玲凭借二月份的会事和三月份的电视 考中了二甲第十五名 得了进士的身份 被赐了京中国子监司业之职 有了官职 楼燕玲经营的那些生意也一个没有落下 茶楼 香料 布匹 样样生意做得极佳 用日镜斗金形容也不畏过 为了能够迎娶陆文静 楼燕玲去年时便在京城买下了一处极为宽敞的院落 更是尽心地将其暗逐陆文静的喜好来整修 楼燕玲真心实意 一片真心 陆家人也颇为动容 加上陆文静这心中唯有楼燕玲一个人 陆家上下对楼燕玲也是爱屋即乌 陆家嫁女 自然十分隆重 所陪嫁的嫁妆比苏云情配又成婚时数量还要多 还要丰盛 论理 陆文静这样的嫁妆规模 已是超过了他应有的本分 但陆家唯有这么一个掌上明珠 定国公三朝元老 整个陆家更是战功赫赫 皇上自然没有追究 反而是特地预测了许多为陆文静添妆 楼燕玲和陆文静的婚事 在众人口中成为了郎才女貌的佳话 在京城中流传了许久 大喜之日时 燃起的炮胀碎屑还不曾完全清扫前进时 整个京城又迎来了五公主和苏文轩的大喜之日 同样是隆重华丽的婚嫁之礼 让整个京城几乎都陷入了浓浓的喜悦之情 五公主备受皇上和皇后喜爱 地位尊贵 大婚之日更是得了皇上和皇后的亲自送嫁 且公主与其说是出嫁 倒不是说是招赘驸马 苏文轩和五公主成婚之后 也需住在皇家修建的公主府内 因此整个婚礼仪仗皆是由礼部和内侍司精心准备 竟显皇家奢华尊贵 但苏文轩原本官职就不低 苏家的底子更是足够厚 在婚礼之事上也增添了许多 越发显得这场婚礼庞大恢宏 而这一连三个月的三场婚事 皆是皇家权贵的大喜之事 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日内 成为京城乃是全天下百姓口中津津乐道之事 每每提及之时 满都是对当时婚礼隆重的感慨 以及对这三对新人的祝福和恭贺 九月 天气渐凉 今年天气冷得有些早 到了九月中旬时 已是冷的人穿上了加衣 哲儿和一一两个已经七个月大 能够稳稳当当地坐在椅子上 摆弄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 逢得栩栩如生 形态各异的布偶 竹蔑子编织的竹球 蚂蚱等物 能发出清脆响声的波浪鼓 小孩子正处于探索整个世界的时候 对所有的东西皆是十分好奇 无论拿上哪一个 皆是能玩上许久 尤其是依依 杏子文静 十分做得住 玩得住 哪怕是从树上折下来的一朵花 都能在手中把玩欣赏半日的功夫 而折而活泼许多 但所有的玩具都玩过一遍后 便将探寻的目光投向旁边 尝试找寻更多有趣之物 若是在他视线范围内 找寻不到感兴趣的 便向一旁的苏玉瑾伸出了双手 这刚坐下来 竟是又玩烦了 苏玉瑾将侄儿抱了起来 侄儿已经到了开始天智腐蚀的时候 体重比先前长得更快 现如今抱着十分压手 苏玉瑾不多会儿 便觉得胳膊有些酸 只能坐了下来 侄儿越发长高长大了一些 这小孩子当真是一日一个模样 我这不过几日没见 便觉得似长得变样而了一般的 苏玉瑾说话间 抱了一个橘子伴儿递给侄儿 侄儿也不客气 伸出胖乎乎的小手接下后 便往口中送 但当四颗门牙咬破橘子伴儿 汁水流入口中后 侄儿顿时拧了眉头 整张脸皱成了十足的包子 将还没吃完的橘子给吐了出来 苏玉瑾见状 盲又亲自试了一伴儿 确认了味道后满脸诧异 这橘子不酸的 侄儿半点酸的也吃不得 哪怕咱们一点也不觉得酸的 它也不成了 苏玉瑾笑道 倒是依依 十分喜欢吃各种酸口水果 哪怕是极酸的橘子 也喜欢得不得了 说话间 苏玉瑾也给了依依一半橘子 依依见有了橘子 立刻丢掉了手中正拿着的波浪骨 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等将一半橘子吃了个前进后 又伸出手问苏玉瑾要 甚至因为苏玉瑾给橘子食的速度慢 挣扎着准备要爬过来 只是奈何现在还不会爬 只趴在了地上 冲着苏玉瑾啊啊的叫 那模样 惹得苏玉瑾心都要化了 将手中的折耳交给苏玉瑾 苏玉瑾伸手将依依抱了起来 将那一半一半的橘子 分开喂给它吃 又怕依依贪吃 要将整个橘子伴儿 都吞口中椰卓 苏玉瑾只拿手捏着橘子伴儿 让依依安心地吸水 看依依吃得津津有味 苏玉瑾鸣嘴直笑 果然呢 依依可真招人稀罕 说着话 苏玉瑾轻轻地捏了捏依依肉糊糊的脸颊 轻腻切宠腻 侄儿看到这一幕 先是眨拔了一下眼睛 而后仰起小脑袋 将她的脸颊 往苏玉瑾这里凑了一凑 苏玉瑾健壮哥哥直笑 伸手直捏侄儿的小鼻子 你这小子也想被依依依捏了脸颊不成 侄儿不懂那么多 只知道她也被捏了脸颊 咧着嘴直笑 一双原本水汪汪的大眼睛 眯成了一条细缝 脸颊两侧更是凸显了两个浅浅的酒窝 这模样惹得苏玉瑾越发喜欢 只在哲儿和依依的脸颊上轻了又轻 两个孩子又玩闹了一会儿 乳母们抱着去喂上一顿奶水 而后预备哄着睡午觉 苏玉瑾则是招呼苏玉瑾吃午饭 两姐妹相聚 没有太多客套和虚礼 苏玉瑾亲自下厨 做上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烩面 配上几样精致的凉拌小菜和腌菜来吃 羊肉汤头鲜美可口 面条是提前吩咐厨娘 和好了面醒着拽的 爽滑筋道 滋味极佳 苏玉瑾已是许久不曾吃过这样的家常美食 在苏玉瑾跟前也不顾及形象 一边大口吃 面一边直呼美味 待一碗面吃了个前进后 苏玉瑾又做人在添了半碗来吃 有了前面那一碗面的分量垫底 苏玉瑾这回子也放慢了吃面的速度 和苏玉瑾聊起一些琐碎的家常事 自与秦佩又大婚之后 二人便一直在太子府居住 皇后颇为惦记 特地吩咐了一些 用着顺手又懂规矩会做事的姑姑和宫女们 到苏玉瑾的身边做事 而这些人本就被皇后特地叮嘱过 又各个皆是出类拔萃之人 知晓各自的本分 既将事情做得十分妥当 却也不愉悦半分规矩 苏玉瑾这段时日 并没有受到过半分为难 甚至跟着那些年岁大 惊艳老道的姑姑们 学了许多的宫廷礼仪 知晓了许多宫中应有的规矩 皇后娘娘当真是心疼你 这样的事都给你想了周全 提前给你做的这般妥当 苏玉瑾笑道 苏玉瑾是太子妃 未来的皇后 无论是现在也好 将来也罢 皆是需要处置许多宫廷内外的事物 维护皇家的颜面 而苏玉瑾虽然平日也十大体懂规矩 但皇城内外许多规矩有别 皇家之事也容不得丝毫马虎 她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皇后这般安排 便是要为苏玉瑾的未来铺路 母后慈爱 待我也极好 苏玉瑾名嘴 满脸皆是会心的笑容 所以我也用心学习 不让母后因此为难 下个月便是太后的生辰 母后的意思是 今年依旧由她来操办 但也让我跟着看上一看 也好学一学如何操持宴席之事 皇后娘娘疼爱 你的确是须尽心尽力 不辜负了她的期望 不过也不必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 若是觉得难以承受的 该说的也须说出口才成 苏玉瑾因为幼时的经历 对她所得到的一切 皆是十分珍惜 更有着不愿辜负旁人 不愿麻烦旁人的性子 凡事总是爱自己一个人扛 这样的性子让人喜欢 但对于她本身而言 却是压力十足 苏玉瑞活得并不轻松 甚至现在哪怕嫁给了她喜欢的秦佩佑 二人情色和明 夫妻恩爱 但这几个月下来 苏玉瑾却也看得出来她轻瘦了些许 我记下了 苏玉瑞连连点头 而后笑道 待忙完这段时日 再来姐姐家中做一做 蹭些好吃的饭食 随时欢迎 都给你背着 苏玉瑾笑眯了眼睛 又给苏玉瑞的碗中 加了几颗琥珀鹌鹌鹏蛋 待苏玉瑞临走时 苏玉瑾又着人包上了许多吃食 麻辣肉前儿 风前茅牛肉 辣条 各种卤味 以及各种糕点 大包小包的 竟是站了半个马车 苏玉瑞欢欢喜喜地 静叔带了回去 待晚饭时拿了许多出来 请秦佩佑一一品尝 果然平安郡主的手艺 是宫中御厨都比不上的 秦佩佑连连夸赞 更是打开了他拎回来的食盒 今日在宫中陪父皇议事 听明公公说 晚膳中有励志虾球和四色争角 惦记着你爱吃 特地都讨了一份给你带回来 谢殿下 苏玉瑞心中暖意十足 谢什么 秦佩佑挑起了眉梢 嘴角挂起了玩味的笑意 伸手将苏玉瑞白皙的手掌握住 苏玉瑞顿时脸颊飞红 谢三郎 月上柳梢 满地皎节似将整个院子 都蒙上了一层薄霜一般 贺颜修披着满身寒意进了屋子 看到苏玉瑞正你在床边 先在火炉上烤了烤 确定手不再冰凉 这才伸手去握了握苏玉瑞的手 还好 不凉 这么晚怎么还没睡 贺颜修将被子往上拉了一拉 看你困的眼皮子都在打架 以后还是不要等我 若是困了便早些睡 今日哲儿和依依午睡的时间有些长 晚上闹腾着不想去睡觉 刚刚才被如母哄睡 我本是想着看上几页心得的画本 不曾想刚翻开书便困意失足 苏玉瑞一边揉着眼睛 一边撅嘴 倒是你 这段时日竟是这般忙 每日皆是这么晚回来 霍部新进了几个人 我看着资质皆是不俗 便想着好好戴上一戴 贺颜修道 加上接近年底 霍部这边要统计盘点一年下来的账目 和对各处的库存银两 事物也的确是有些多 不过最多再忙上粤鱼便可以轻松一些 嗯 苏玉瑾点头 这么晚回来 饿不饿 我做人预备了一些牢骚汤圆 你吃上一碗 一起吃 鹤颜修笑答 苏玉瑾没拒绝 只吩咐水兰和青葵 端上了一些牢骚汤圆 一同端上来的 还有咸口的萝卜糕和三丝卷饼 夫妻二人坐在一起 香甜用饭 今日在崇阳殿义市 皇上注意要封四皇子为锐王 已是着了青天间和内侍司 去择选下旨的时日 和为四皇子修建府邸的地点 鹤颜修道 苏玉瑾顿了顿 四皇子到今年不过才十四岁 竟是这般早便被封赏魏王 皇上当今心疼四皇子 的确心疼四皇子 鹤颜修笑道 不过照这么看的话 皇上更心疼太子殿下 太子之位 有利便有费 只要还不曾登上皇位 那其他皇子便就还有希望 但倘若其他皇子 一旦被封了王 那便基本被定了姓 几乎与皇位再无任何缘分 且四皇子被封王 五皇子和六皇子 自然也就不会远了 不得不说 皇上为了太子殿下 未来的皇位 也是用心良苦 打算颇多 苏玉瑾点头 为父母者 必为子女祭之深远 皇上和皇后娘娘 也是一片苦心 为子女祭之深远啊 贺颜修歪了歪头 手中的勺子在空中一时僵住 怎么了 苏玉瑾问 没什么 贺颜修笑道 后日休暮 我带你去戏园子里头听戏 听说心上的牡丹亭 戏文极佳 可以一听 好 苏玉瑾笑咪咪地应下 天气冷时 她原本就不爱出门 今年又有了两个孩子 苏玉瑾越发喜欢窝在家中 这般一连几日不出门 忽得要跟着贺颜修出去听戏 倒惹得苏玉瑾兴致勃勃 一双眼睛中也满都是金亮的光 看苏玉瑾如此欢喜 贺颜修名嘴笑了又笑 北方的冬日 来得早且漫长 戴尘起屋外的寒霜越来越重时 贺英哲和贺婉衣 也皆是穿上了厚厚的棉衣 两个小家伙本就长得白白胖胖 粉雕玉琢的 再穿上厚棉衣 戴上虎头帽后 越发成了圆球一般 尤其是在过新年时 两个孩子将近十一个月大 刚刚处于人搀扶着 能够站立的状态 各自穿上大红色的喜情新年装 就如同画上的年华娃娃一般 乖巧可爱 很快变到了两个小家伙的周岁 周岁的习俗是抓周 这日一大早的 贺家便精心准备了满地的物件 将两个小家伙放在地上 看他们会去拿什么东西 两个小家伙还不会走路 只站着张望了许久 而后便坐在地上 开始朝各自的目标爬去 侄儿的目的十分明确 先是一手钻住了一块 金灿灿的金元宝 而后又拿起了一个 做得十分精细的小算盘 甚至还拿起了旁边的一只毛笔 待拿完了这三样东西后 便欢天喜地地举着给众人瞧 得 这是个爱才的 苏玉瑾忍不住服额 大约是紫成副业 往后大约是努力读书上进 待考取公民后去户部任职 贺言修也有些哑然失笑 而依依正在找寻自己的目标 待听到在场所有人的笑声时 先停了下来 跟着所有人咯咯笑了起来 而后才接着慢慢往前爬 先是抓住了一个圆圆的脂粉盒子 上下端详了许久后 搁在嘴里尝一尝 待发现这就是个 寻常的不能吃的东西后 扔到一旁去 又去拿令一样 帕子 书 笛子 筷子 依依在拿起来所有东西时 皆是先用嘴来尝一尝 在发觉不能吃后果断舍弃 再去找寻另外一样 直到依依发现在角落中的糕点和鸡腿时 顿时两眼放光 一手抓着一个 美滋滋地往口中送 只吃得嘴角和脸上 皆是糕点渣和油光时 也不肯停下 咱们依依往后是有福的人呢 贺老夫人名嘴直笑 这两样皆是有口福 依依往后不缺吃喝 是呢 陆氏也是忍俊不惊 伸手将依依抱了起来 而依依在看到眼前的祖母时 再看了看手中美味无比的鸡腿 在迟一了片刻后 将手中的鸡腿往陆氏口中送 这么喜欢吃的吃食 都要让祖母吃上一口 依依真孝顺 陆氏一张脸笑成了牡丹花 在依依的脸颊上轻了又轻 直逗得依依咯咯直笑 哲儿也不甘示弱 只抱住了旁边赫颜修的腿 怎么了 贺颜修将哲儿也抱了起来 哲儿认真地看着贺颜修 然后将手中握着的毛笔 往贺颜修的口中塞 且一边塞还一边张着口 发出啊的声音 彭扶是督促贺颜修要快一些吃 贺颜修 这儿子莫不是黑心棉袄 春去夏至 夏去秋来 等到桂花飘香之时 贺英哲和贺婉一兄妹二人 已是又长高了一大劫 且能够在院子里投来回报 天气正是不冷不热之时 苏玉瑾得空亲自搜集了一些桂花 制成了桂花茶 这回子正煮了桂花茶 做了一些藕粉桂花糕来 与贺颜修一边喝茶吃点心 一边看着两个孩子在一旁嬉笑打闹 等晚上一阵子后 哲儿和依依两个人 又跑到一旁的花圃那里 蹲下身依依压压地交流了起来 半晌后 依依迈着小腿跑向苏玉瑾 更是将手中的灵霄花举的老高 娘 花 花 带到了苏玉瑾跟前时 依依则是将花交到苏玉瑾手中 送 送 依依给娘亲送花花 苏玉瑾笑问 依依听得懂 小脑袋点了又点 谢谢依依 苏玉瑾看着那开的正眼的灵霄花 在依依的脸颊上清了清 又拿起一块藕粉桂花糕放入她口中 依依吃桂花糕 依依最是喜欢吃香甜可口的糕点 这回子吃到了藕粉桂花糕 欢喜的眼睛都笑成了月牙 贺颜修凑了过来 摸了摸依依的小脑袋 你既然都送给娘亲花花了 是不是也得送给爹爹点花花 依依听到贺颜修这么说 停下了正在啃糕点的动作 歪着头看贺颜修 一双瞪得极大的乌溜溜的眼睛中 满都是茫然 再看看贺颜修 又看看苏玉瑾后 依依最后的目光 落在了苏玉瑾手中的 那朵灵霄花上头 私下定了决心一般 朝着贺颜修一字一顿 花 娘 花 这意思是花花是娘亲的 贺颜修问 依依听明白了贺颜修所言 只用力地点了点头 贺颜修 得 看来是从小棉袄手中 骗不过来香香的花朵了 可是 好不甘心 小棉袄只是娘亲的小棉袄 不是他这个爹爹的 就在贺颜修一张脸皱得 如同包子时 哲儿兴冲冲地跑了过来 一头扎进了贺颜修的怀中 高举的手更是不停挥动着 爹 爹 哲儿蹲在地上玩土时间久了 小手和衣裳上皆是沾满了泥土 就连一张小脸上 也被抹成了小花猫一般 但他此时满脸的笑容 足以显示他玩泥土玩得很开心 贺颜修脸上这才挂起了笑容 哲儿在玩什么 问完话之后 贺颜修察觉到 哲儿的手是紧紧攥着的 似握着什么东西时 好奇询问 手中握着什么东西 给 哲儿此时说话也是一个字 一个字的往外吐 爹 爹 是给爹爹的东西吗 贺颜修顿时兴致勃勃 哲儿兴冲冲地点了点头 真的吗 贺颜修兴奋地直接蹲在了地上 将双手在哲儿的面前摊开 哲儿有东西送给爹爹 快拿来 我看看 闺女不给他东西 儿子还是给他预备了东西的 这叫做狮之冬鱼收之丧鱼 就在贺颜修满脸皆是兴奋等待着 哲儿将小手搁在了他的手掌心中 接着小心翼翼地打开 哲儿手心中攥着的东西 呈现在了贺颜修的面前 是一条小小的蚯蚓 浑身带着新鲜粘潮的泥土 正在贺颜修的手掌心中慢慢蠕动 贺颜修送给他的东西实在是过于特别 闺女送给娘亲的是美丽且香香的灵霄花 儿子送给爹爹的是一条蚯蚓 可 臭小子果然是臭小子 就算是棉袄也是黑心棉的 突然好羡慕被依依黏着的苏玉瑾怎么办 贺颜修的眼中满都是羡慕 等再次到了二月份时 哲儿和依依两个人已经两岁 撒花儿式的跑步 牙牙学语 从最初的一个字 一个字往外吐 变成一个一个的词 甚至短语 而随着岁月的悄然流逝 等到了两个人四岁时 已是能够说出完整的话 甚至能够跟着贺颜修背上一两首的五言绝句 跟着苏玉瑾唱上一首简短的儿歌 明日复明日 明日何其多 我生待明日 明日百年能几何 请君听我明日歌 一一脆声声地唱完这首歌时 只冲一旁的陆文静甜甜地笑 姑姑 一一唱得好不好 好 一一唱得好极了 陆文静在一一的脸颊上轻了又轻 一一乐得咯咯直笑 歪着头看陆文静 姑姑也越来越漂亮了 小小年岁 嘴是越发甜了 陆文静文言明嘴直笑 但片刻后却又撇了撇嘴 不过姑姑这个样子 怎么会好看呢 说话间 陆文静上下打量了自己一番 接着叹了口气 她原本就是贪吃无比的性子 楼燕灵又宠爱她的井 但凡她想吃的各种灵嘴吃事 只要能叫上名的 千方百计也会给她弄了回来 先前陆文静每日也跟着家中的各位哥哥们 前去叫场练着 即便吃的东西多 但因着消耗得足够快 倒也没有长多少肉 可自从她怀有身孕之后 每日行动不变 更不能去叫场练习 以至于她现在吃进去的东西 全都变成了身上的肉 许多时候 陆文静捏捏自己胖了一圈的脸颊 都要懊恼自己的贪嘴 而面对陆文静的询问 依依站着了身体 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 爹爹和娘亲说过 女孩子就是要胖胖的才好看 又怕陆文静不相信 依依更是挥了挥偶结一般的胳膊 十分肯定到 而且姑姑的肚子里有小宝宝 要做娘亲了 娘亲都是最漂亮的 就像她的娘亲一样 非常漂亮 见依依这么说 陆文静立刻笑眯了眼睛 我家依依说得对 姑姑非常漂亮的 是呢 得到了肯定后 依依的一双眼睛 也笑成了弯弯的月牙 更是轻轻地摸了摸陆文静的肚子 姑姑生出来的孩子 也会非常漂亮的 小手动作轻柔 陆文静脸上笑意更浓 冲苏玉景道 依依实在是个十足的开心果 真想把依依接过去 好好陪我住上几日 可别有这个想法 苏玉景笑道 前几日若若也是这般想的 将依依借到宫中小株了几日 结果领着太孙 将玉花园中养着的孔雀尾巴 拔来的大半 捆在自己身后当尾巴 这也就罢了 更是每日去太后跟前闹腾 将太后赏给她的珍珠 让人敲碎后埋到地里 说要接出一大串的圆珍珠 你这回子 要是要依依接到你家去 我还真不敢想你的家中 会变成什么模样呢 陆文静 表面看起来文静无比 招人喜欢的依依竟是这般顽皮不成 果然应了那句 人不可貌相 可是 就算是这样调皮捣蛋的依依 她也好喜欢地说 没办法 单单是看到依依的笑容 陆文静就觉得 完全可以抵消她犯的所有的过错 说起来 来这里大半日了 也没有见表哥和哲儿 他们去哪里了 陆文静一边捏了捏 依依肉糊糊的脸颊 一边问 哲儿已经四岁半 也快到了该开萌的日子 严修要为哲儿请上一个夫子 在家中先教他任一任字 苏玉锦道 今日是夫子第一日来家中教书 严修觉得 无论只是初期开门 还是正式上学堂 既然称呼为一生夫子 那便要行了拜师礼才好 所以今日特地带了树修 前去夫子家中一趟 尊氏重道 理应如此 陆文静连连点头 雁玲也时常如此说 读书识字是一方面 最关键的是要通过读书识字 来明白事理 不过说起这明白事理了 皇后娘娘这段时日 预备着推行女子书院 也是有让女孩子 明学字之理的意思 正式 苏玉锦点头 皇上娘娘此举 也算得上是造福天下女子 切入这女子书院 无需任何费用 连贫寒家的女子 也皆能入学 可这事虽然听着是好事 但这样的书院 怕是每年耗费不少 这银两 陆文静对此颇为担忧 虽然这两年 也算得上国父名强 可每年拨款修缮河道 各处水灾旱灾的旧迹 皆不是小数目 所以我正想着 咱们两个 要不要拿出一些梯级钱 来帮一帮皇后娘娘 也算为皇后娘娘解忧 此事皇后娘娘 是完全不必担忧的 苏玉锦名嘴直笑 怎么说 陆文静歪了歪头 锦姐姐有办法 不是我有办法 是有人有办法 苏玉锦笑道 家王妃听闻皇后娘娘 有意推行女子书院后 便回了一趟京城 回京城时 带了些东西回来 此事我有听说 陆文静接了话查 听说家王妃入宫之时 带了整整十几口的大箱子 说是给皇后娘娘的土特产 等等 陆文静惊呼 该不会那些箱子里头 放的全都是银子吧 家王妃康誓 擅长经商 更是将串串香的铺子 开遍了大江南北 每年赚的银钱如流水一般 堪称富可敌国 而家王妃又是乐善好施的性子 修善道路 修住河堤 救助贫苦 为人所津津乐道 以家王妃的性子 在得知皇后娘娘 要开女子书院时 拿出许多银两支持 也是有的 还真不是银子 苏玉锦道 不是银子 陆文静吐了口气 我就说嘛 家王妃就算擅长经商 外头的传言 到底也有些夸大其词 哪里就一下子 拿得出来那么多 苏玉锦打断了陆文静的画 里头装的 全都是金子 陆文静 是他眼界窄了 如此一来 不但够筹建许多所的女子书院 更是足够这些书院 往后许多年的开销 苏玉锦笑道 我与家王妃更是商议 要将那些串串香铺中 三成的收益 尽数都捐赠给书院这边 一共往后开销 如此一来 也就万事无余了 不错 陆文静连连点头 不过你们捐赠你们的 我捐赠我的 各自适量而行 互不耽误 苏玉锦笑咪咪应下 又说了一会子的话 直到楼燕林来接 陆文静这才告辞离去 临走时 苏玉锦给其包上了 各种陆文静素日里 爱吃的糕点点心 又给了他一坛子 他喜欢吃的辣白菜 陆文静欢欢喜喜地 收了下来 送走了陆文静 苏玉锦将另外一坛子的 辣白菜交给了底下人 让给苏玉锦送过去 太孙如今有两岁半 而苏玉锦刚刚被太医 诊出了喜脉 有了两个月的生育 与先前怀太孙的时候不同 这次的苏玉锦 极其喜欢吃辣和重口的菜肴 尤其对苏玉锦腌制的 各种泡菜酱菜等 喜欢的不得了 只恨不得每顿饭 都要吃上许多 这些腌制的泡菜酱菜 皆是用纯天然的原料 以原始的方式腌制而成 孕妇食用也并无任何问题 只是苏玉锦单单只喜欢吃 这个难免营养不足 所以苏玉锦也不敢 敞开了给他供应 只是偶尔送过去一些 全当做晃晃口味 且为了能让苏玉锦 吃上更多的肉食 苏玉锦特地制作了一些 五香猪肉腐 麻辣羊肉丁等 一并都送了过去 等忙活完所有时 贺言修已是带了侄儿回来 娘亲 侄儿刚刚进了院子 便像是一只鸟雀一般 扑到了苏玉锦的怀中 今日第一天上课 感觉如何 苏玉锦揉着侄儿的脑袋询问 夫子十分博学 也十分和善 侄儿想了想 道也十分严厉 严厉 苏玉锦扬了扬眉梢 怎么说 侄儿低了头 下意识看了看守 接着将手背在了身后 没什么 到底怎么回事 苏玉锦再次询问 侄儿这才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方才夫子讲课时 我看到窗外有鸟雀 就跑出去玩 两次 所以夫子打了你的手掌心 不是 侄儿头摇成了波浪鼓 夫子在我的手掌心中 画了只乌龟 娘亲放心 我以后不会了 侄儿道 夫子还说 如果我能连续三日上课时 不分心 可以将乌龟还回去 苏玉锦 这夫子似乎有些特别 不过好像十分管用 对于孩子的教育上 苏玉锦素来只看大面 不太拘泥于细节 这回子也不说太多的话 只抿嘴笑了起来 肚子饿不饿 娘亲着人做了香菇酿肉和水晶虾饺 你们快去洗洗手 咱们准备吃晚饭 好 侄儿和依依皆是点了点头 由丫鬟带着去洗手洗脸 苏玉锦则是先进了屋 招呼人摆饭 一桌子的美味佳肴 各个皆是色香味俱全 都是两个小家伙喜欢的饭菜 这两个小家伙也饿得极狠 皆是吃得十分香甜 吃把晚饭 在屋中玩闹了一会儿 待叙事末时 哲儿和依依都揉起了眼睛 脸上困意十足 让丫鬟和婆子去哄了二人睡觉 苏玉锦和贺颜修 也是各自收拾洗漱了一番 准备安歇 贺颜修一边习惯性 拿了书卷在桌前 翻看了几页后道 有些饿了 饿了 苏玉锦坐在了贺颜修的旁边 想吃些什么做夜宵 红豆汤圆 鸡汤面 还是红油超手 是 你 贺颜修话音落地 苏玉锦便被一道力 拉得坠入了一片雪白 第六百五十章非作不可 月上柳梢 春意见农 又到了一年的春末夏初 八岁的贺英哲 如柳树一般抽条长盖 更褪去了婴孩时期的婴儿肥 有了几分少年时的明媚爽网 贺婉衣也轻瘦了许多 只是脸依旧圆圆的 平添几分憨厚可爱 二人素日里 皆是要每日去书院读书上课 贺英哲去的是 国子健少年书院 能在此处读书的 皆是如他一般年岁的孩童 且无论地位高低 家中贫富 只要肯用功学习 且资质合格的 皆是能够入了书院 书院中每日课程十分忙碌 晨起天不亮 便要开始诵读词文章 温书练字 更要学习数数 化学 浓流等 除此以外 丹青 围棋 棋舍等类的学科 也皆是在他们学习范围之内 可以说 贺英哲自晨起睁开眼睛 到夜晚归来睡觉 每日的课程安排得十分紧凑 要学的东西也颇多 因为国子健少年书院 比寻常其他书院课业沉重 许多人哪怕起初入了书院 途中却并不能坚持下来 不得不转到其他书院读书 但也正是因为国子健少年书院如此严苛 从此书院出来之人皆使人中龙凤 十分出众 也成为太多人心中的白月光 许多人已能够去国子健少年书院中读书未容 而许多父母亦是千方百计的 要将家中孩子前去读书 只可惜 这国子健少年书院的山长 性情十分古怪 不给任何人开后门 且其地位尊崇 连皇上都要给上七分颜面 众人也不敢随意招惹 指得规规矩矩地来 面对这样的局面 安国公自认十分满意 而每日在饭后喜欢做的事 便是备了手在书院中慢慢行走 看书院中的鸟语花香 树木葱玉 听书院中的书生狼 轰 突如其来的声响 惊得正在屡胡须的安国公 险些揪掉了一把胡须 待分辨清楚是哪里发出的声响后 三步并做两步的到了跟前 而发出声响的房屋 此时正冒着阵阵浓烟 使得屋中的学生们不得不逃了出来 且个个被枪得连声咳嗽 出了什么事 安国公看着其中几个 脸都被熏黑的学生 焦急询问 而那几个被熏得最厉害的学生 在一阵咳嗽后 才勉强稳住了气息 如实回答 父子讲述配制火药的方法 可和英哲却说这个配比不对 木炭多了一些 让父子重新调整 二人争执了起来 所以两个人便要按各自的方法 都配上一些来试试 结果就成这样了 花音落地 又有两个人影从屋中走了出来 意识熏得满脸漆黑 衣裳上甚至有了些许被烧毁的痕迹 且两个人此时皆是垂头丧气 俨然一副双打茄子的模样 但在互相看了对方一眼后 却又各自扬起了眉梢 夫子 现在是不是可以证明 你这火药配比是有问题的 贺英哲道 夫子却也扯了嘴角 修药得意 你的配比也不大妥当 木炭分量不足 难以产生应有的威力 只能生出这样的浓烟出来 可是夫子的制作的 那的根本就没有爆炸 学生的还勉强能够如此 是不是说明 说明你们两个人 今天的脑袋都被门夹了 安国公打断了两个人的争执 吹胡子瞪眼的贺道 讨论归讨论的 有必要非要是上一室吗 还是在书院之中 火药本就威力巨大 此次你们两个也就是侥幸 并未有任何差错 倘若出了岔子 如何得了 你身为夫子 半点不为学生的安全考虑 时该重罚 罚你此时就去外头 站上一个时辰 写上一千字的毁过书出来 见安国公俨然怒气冲冲 夫子也不敢辩驳 只缩了缩脖子后 硬了下来 是 还有你 安国公呵斥完了夫子 矛头转向了贺英哲 不顾危险 擅自制作火器 也该一同受罚 罚你与夫子一并 站上一个时辰 写五百字毁过书 是 贺英哲这回子 也是乖巧硬下 甚至还躬身行了一礼 片刻厚道 山长方才说 学生不该擅自制作火器 那学生下次制作火器时 该向谁禀告一二 没有我的允许 不许再做火器 安国公贺道 是 贺英哲攻身应下 接着又问 那山长何时才会允许 制作火器这种东西呢 劳烦山长告知一二 学生心里也有个数 往后能够提前准备 安国公 这火器是非作不可吗 这贺言修也好 苏玉京也罢 苏日里皆是通情达理之人 怎么就生出来一个 这么主的儿子出来 安国公的嘴角抽出了许久 几乎是从牙缝中 挤出一句话出来 出去站着 是 贺英哲又一次攻身应下 而后十分乖巧地走了出去 到了指定的位置接受罚站 只是两个人站在一起 冷哼一声后各自别过脸 俨然一副 谁也不服气谁的模样 安国公见状 心中的怒气更盛 瞥了一眼 在那看热闹的其他夫子和学生 怒喝了一声 都散了 夫子和学生们 皆是不敢继续待着 散开后各自开始忙碌 而安国公则是背着手 气呼呼地离去 带回到屋子里头 喝上了整整一壶凉茶之后 安国公觉得心中的怒气 实在是压不下去 便前脆起了身 拙人背了车马 前往户部找寻贺言修 对于安国公的到来 贺言修十分意外 是什么风将安国公吹来了 你儿子坐火器时 炸起来的风 安国公美好气道 而贺言修在听到 安国公的话后 先是愣了一下 接着满脸欣喜 安国公的意思是 哲儿制作的火器 能够炸起来了 那还真是难得得很 先前哲儿翻阅了一些资料书籍 尝试了许久 终究都不曾成功 不曾想现如今 在书院进食试验成功了 那还当真是一件 值得高兴之事 安国公谬赞 哲儿不过也是 小孩子家家的 随便鼓道一下而已 并不是在这方面 太有天分的 着实经不得 安国公如此夸奖 安国公 脸呢 这有些人脸大起来 还真是一个京城 都放不下是吧 哪只耳朵听到 我是在夸赞了 我是在告状 告状懂吗 安国公的脸 几乎黑成了锅底 白眼也几乎翻出了天际 倒也没有完全炸起来 只是有些响动 生出了许多黑烟 但他与夫子 公然在书院里面 制作火器 实在是不妥 的确 贺言修点头 所以我一直提醒 安国公要在书院之中 寻得一处 十分安全的地方 好工学生们 制作各种实验使用 所以现如今 是他的不是了 这最关键的是 哲儿制作这火器 的确 贺言修再次点头 哲儿已是试验多次 竟然还没有成功 属实不算过于聪慧之人 但哲儿也有 哲儿本身的优点 如此执着 还是说明 其有些毅力在身上的 安国公放心 待晚上哲儿归家之后 我一定好好教导哲儿 务必让他潜心 做一件事 坚持做应做之事 绝对不能半途而废 安国公 就 说得十分有道理 难以反驳 安国公回到 国子建少年书院时 已是傍晚 房中的书案上 已是放了几张 写得密密麻麻 迎头小凯的纸张 安国公瞟了一眼 发现是夫子 送上来的悔过书 便拿了起来 准备仔细端详一番 贺英哲此时走了过来 恭敬行礼 山长 何事 安国公放下了 手中的纸张 学生按山长要求 写了悔过书 贺英哲双手将东西送上 放在这里吧 是 贺英哲点头 将东西放在 安国公的书案上后 再次拱手 学生还有一样东西 请山长降官 什么 安国公问 学生回去之后 苦思冥想 调整了火器中的成分配比 想请山长帮着看上一看 是否可行 贺英哲恭敬回答 安国公 就 挺好的 夜晚 贺英哲归家 刚刚踏入家门 便碰到了一样 从书院归来的贺婉依 哥哥 贺婉依脆声声地喊了一声 在看到贺英哲身上的黑灰时 歪了歪头 哥哥的火气还没成功 快了 贺英哲答道 又问 你呢 怎么样 还好 贺婉依善善笑了笑 勉强还算顺利 这话说得十分不老实 贺英哲瞇了瞇眼睛 你且老实交代 今日又挨了夫子几次吗 一次都没有 贺婉依回答 态度十分坚定 不幸的话 你可以问月姨母 看看我可有说谎 贺婉依现如今在京城中的女子书院读书 而真月在书院中担任夫子 负责交旗 贺英哲健壮 伸手拍了拍她的肩膀 我信你 嗯 贺婉依兴冲冲地点了点头 还是哥哥相信我 我今日当真一次骂都没有挨呢 只不过因为今日交情意的陈夫子说 觉得手腕酸疼 我为陈夫子扎了两针 结果陈夫子晕过去了 贺英哲 然后呢 然后贺英哲 然后贺英哲来了 说我用针的学位并无不妥 只是力道不对 让我下次不要随意再用针了 贺婉依有些不好意思 既然郭医女都如此说 你的确也需注意些 贺英哲提醒 往后也需多和母亲学习一二 这是自然 贺婉依再次用力地点了点头 所以我想着待会儿便向母亲请教一二 哥哥是否能够帮我练一练手 做我的病人 贺英哲 可以说不吗 可以吗 七月 小杨似火 宫殿内因为放着几大盆 晶莹剔透的冰块 而变得十分凉爽 皇后正在殿中午睡 但与其说午睡 不如说是闭目养神 因为她早早便已经醒来 却又不想起身 只闭着眼睛躺着 但皇后在这个时候 听到了脚步声 轻缓且细碎 有远即近 慢慢地到了她跟前 紧接着 皇后感觉自己眼前 变得暗上些许 一双柔软中 带着微微潮湿的小手 搭在了她的脸上 猜猜我是谁 软弱的声音 在皇后的耳边响起 引得她忍俊不惊 却又只能一本正经的 故作惊讶 是谁呢 让皇祖母好好猜一猜 是远儿吗 我不是大哥哥 那是庸儿吗 我不是二哥哥 那 皇后顿了顿 是小儿吗 是小儿 情愫小欢天喜地 拿开了手掌 在皇后的脸颊上亲了亲 皇祖母猜对了 皇祖母好厉害 四岁的孩童 正是会校会完的时候 又生得粉雕欲灼的 越发惹人喜爱 皇后看到这样的小儿 一张脸 亦是笑成了金丝菊一般 只伸手将情愫小抱起来 放在床边 小儿怎么这回子过来了 你母亲呢 还有你大哥哥和二哥哥呢 他们去哪里了 母亲还在宫中睡午觉 情愫小道 大哥哥和二哥哥都去了书房 小儿想念皇祖母 便来找皇祖母了 笨 皇后点了点头 皇祖母也想小儿 不过小儿今日竟然没有睡午觉 那待会儿会不会犯困 不会 我精神得很 情愫小杨起了小下巴 好好好 小儿最有精神了 皇后站起了身 那小儿陪皇祖母一并去看一看 皇祖父好不好 你皇祖父的宫中 新得了极尾上好的红礼 皇祖母带小儿一并去喂食 好 情愫小乐的直拍巴掌 更是抱住了皇后的腿 皇祖母最好了 小儿也好 皇后捏了捏秦宿小的脸颊 满脸闯溺 祖孙二人出了大殿 坐上了不年往重阳殿而去 前往重阳殿时 要路过御花园旁的荷花池 远远的 皇后便看到荷花池中央的凉亭中 站着许多人 带走近了才发现是贺英哲 秦泽远 娄志兴和秦泽雍四人 四人也发现了皇后和秦宿小 忙过来行礼叩拜 参见皇后娘娘 贺英哲是四人之中年纪最大的 今年十六岁 其次是十四岁的秦泽远 十二岁的娄志兴和秦泽雍 皆是正直年少 此时正直意气风发 朝气蓬勃 连说话时惊奇神都十足 皇后看得心中欢喜 忙到 快起来 谢皇后娘娘 四人起了身 恭敬站在一旁 侄儿何心儿 今日怎么进宫来了 皇后笑问 近日研制出来了新的火器 想要请皇上前去一关 又怕皇上不愿赏脸 特地多请了几个人与我一并前往 贺英哲笑道 原本也是想着等忙完正事后 去给皇后娘娘请安 不曾想在这里便遇到了皇后娘娘 也就先给皇后娘娘请个安 说这话 贺英哲再次行了的大礼 皇后娘娘近日奉体可还安康 都好 你只尽管放心就是 皇后看贺英哲越发的名利懂事 脸上笑意更浓 即使你们要去见皇上 本宫这回子也要去重阳殿 便一同前往吧 是 四人应下 依次跟在了皇后的身后 有了四人相陪 皇后也不再坐不念 只与四人一并领着情愫小 慢慢地往重阳殿而去 近日你曾祖母和祖母身体可都好 皇后道 前几日你母亲入宫时 提及你曾祖母这几日食欲有些不振 晨起和傍晚时还有些咳嗽 可大好了 已是大好了 贺英哲如实回答 母亲为曾祖母仔细看过 说是天气炎热所致 已是作人熬煮了清热去火的药膳 让曾祖母日常服用 至于曾祖母咳嗽之事 贺英哲顿了顿 话说得有些不好意思 母亲本是查不出来缘由 且给曾祖母诊脉时 发觉曾祖母湿气颇重 且受了含粮才导致的咳嗽 越发觉得好奇 直到前两日晨起母亲和祖母 前去给曾祖母请安时 发现曾祖母在晨起时 偷偷食用冰碗 还一口气吃了两碗 皇后 是母亲能够做出来的事情 都说老小孩老小孩 值得便是 这老人到了一定年岁之后 便如同小孩子一般贪嘴贪玩的 原以为你曾祖母会与平常人不同 不曾想也是这般 皇后哑然失笑 得了空还是得本宫去上一趟 好好跟她说上一说才行 母亲和祖母也是这般说 说若是皇后娘娘得空 得好好跟曾祖母续到续到此事 不过曾祖母自被发现后 也有些不好意思 不再偷吃寒粮之物 也乖乖地照着母亲开的方子 好好服药调养 贺英哲笑道 这两日也算是好转许多 皇后娘娘也不必过于担忧 你母亲医术高明 本宫自然十分放心 皇后连连点头 看向楼志兴 兴儿近日都忙些什么 说起来已是许久不见你入宫了呢 每日要去国子建读书 下学后要跟着舅舅们在教场练习 楼志兴回答 外祖父若是得了空也会教导一二 这段时日 骑射记忆有所精进 待到了丘烈之时 可以让皇后娘娘看上一看 你外祖父唯有你这一个外孙 自然是精心教导 你得了你外祖父的清传 自然也是不会差的 皇后笑道 到时候就等着看你拔得头筹了 皇祖母可不能这般 长了新哥哥的志气 秦泽远插了话 孙儿的骑射记忆 也不比新哥哥差呢 苏云若本就是文武极佳之人 而秦佩佑虽然才学甚于武艺 却也对这方面并不放松 秦泽远几乎是遗传到了 二人所有的武学技能 在武学上天赋点加的集满 小小年岁便表现得天资聪颖 武学出众 尤其是骑射方面 秦泽远大有无师自通的能力 经师父稍加点拨 便能做到剑无虚发 去年秋列中 秦泽远的小小年岁便拔得头筹 十分厉害 事事事绝对不差 皇后笑了起来 你呀 在你这一众哥哥们跟前 竟是也不知道谦虚 在旁人跟前谦虚可以 在新哥哥跟前可不能 秦泽远趁机发出了邀请 明日武师父要带我们 一并去西郊列野鸭 新哥哥与我们一同前去 夏日炎炎 西郊破味凉快 且也压到了夏日时 喜欢成群结队地寻找水塘 且在水塘中极为灵活 要做到在水塘之中猎杀野鸭 并非易事 楼志兴顿时兴致满满 忙不迭地点头 好啊 那咱们便说定了 秦泽庸一时满脸兴奋 明日晨时初时 咱们便到西城门外集合 一言未定 楼志兴点头 你们三个月的欢快 忘了你们哲哥哥不成 皇后提醒道 三人闻言 皆是名嘴直笑 秦泽远更是笑道 皇祖母 并非是我们忘了哲哥哥 只是即便我们相邀 哲哥哥怕是也不肯去的 贺英哲摸了摸鼻子 说的也有些道理 不过你们若是愿意投掷上 几个火器来炸野鸭的话 那我应该十分感兴趣 三人 那还是不要让你感兴趣了吧 皇后看三人那复杂的神情时 再次哑然失笑 却又歪了歪头 说起这火器来了 本宫想问你许久了 为何你对火器如此感兴趣 这 贺英哲有些不好意思地抓了抓耳朵 还真是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怎么就不知道如何回答了 若是答不出 那就我来帮着回答 一旁的秦志远哥哥直笑 此事还得从哲哥哥五岁的时候说起 当时侍逢元宵节 这哥哥贪玩摆弄烟花爆竹 用那现香点燃了爆竹后躲得远远的 结果碰到了一个哑炮 半天没有动静 这哥哥便好奇去看 结果那爆竹脆又突然炸开 只炸得他满脸都是黑 这哥哥自此便对爆竹十分感兴趣 将爆竹拆开后看里面的火药 研究里面的配比 开始尝试着做各种火器 所以 这就是玩出来的兴趣 皇后歪了歪头 其实也不完全是 贺英哲善善笑了笑 只能说那次是让我开始对火药有了好奇 至于开始感兴趣 是因为读过了一本书的缘故 什么书 众人皆是好奇 书名早已忘了得前前进进 唯独只记得里面说过一句 强国的根本在于武器 只要能够拥有旁的国 所不具备的杀伤性武器 旁的国便再不敢造次 贺英哲回答 我便想到先前父亲和母亲提及过 西晋云国曾经妄图想 轻灭咱们大秦国之事 虽然后来战事平定 两国也重新恢复了以往的和睦 但拓跋端当时之所以有这样的野心 无外乎是觉得咱们大秦国 军事实力太弱的缘故 大秦国想要让全国上下的百姓 能够继续安居乐业 想要边关太平无事 手中就得有分量足够的棋子 而我想着 这速日里开山所用的炸药 还有爆竹威力 皆是如此巨大 若是好好研究 仔细研制出其中配比 加以改进的话 必定能达到想要的效果 让其他国的人为此敬畏 说得不错 皇后连连点头 你如此年岁 便有这般的雄心抱负 实属难得 若说难得 应该是写那本书的人 竟是有如此见底 写出这样的话语 让人受益匪浅 贺英哲道 只是那本书说来也奇怪 上面的纸张 分明用的是 三绝书铺专用的纸张 论理来说 应该是书铺所出的书 可我至始至终 都没有在外面 看到过这本书 在外面看不到的书 皇后略愣了愣 这三绝书铺 是赫言修所经营 因为其中售卖的书 内容新奇不常见 缘故生意十分红货 受许多人的追捧 在生意最为红货之时 更是有一书难寻的局面 而皇后也曾经因为好奇 做人特地买过 几本三绝书铺的书 其中一本历经三生三世的坎坷 才能够有情人 终成眷属的旷世骑恋 让他记忆深刻 更有一本描述了一个 十分与众不同 四世机甲世界的书 更是让他大为震撼 就连皇上也沉迷在一本 讲述平凡之人未踏入仙途 修仙路上所经历 各种事端的书中 每每提及其中的 许多故事情节时 亦有拍案叫绝之举 而这些书 皇后曾经因为好奇 询问过贺言修何苏玉瑾 究竟都是何人所写 二人起初笑而不语 待追问多次后 这才说这些兴起无比的书 皆是由一位 姓金明白金的人所写 既然如此 那这本书 应该也是由 这位金白金的人所写了吧 若是可以的话 还真是想见一见 这位金白金 到底是何许人也 既是知道这样多 兴起有趣的故事 也好想问一问 他究竟是在 怎样的环境中生长 才会有这般多的奇思妙想 一众人说话聊天间 到了重阳殿 建了秦艺术 对于贺英哲提议 要去看新鲜火器之事 秦艺术顿时兴致满满 是怎样的新火器 先给朕说上一说 不算太新奇 只不过是 与投石机整合了一番而已 贺英哲道 将点燃的巨大火器 放在投石机上 由投石机将火器扔到目的地 便可以产生极大的威力 不过虽然并不新奇 但是我调整好了 这投资火器的物件 不说百发百中 但准确率极高 皇上可以去看上一看 此外 我今日准备研制一种 能够比投石火器准确度 和威力更高的火器 用像竹筒一样的管状东西 将火器快速地推送出去 这样可以靠落地时的撞击来爆炸 避免投石火器 容易发生的火器 在空中爆炸的弊端 这个办法好 秦艺术文言 眼前顿时一亮 你便只前行研制这种火器即可 若是身边人手不够 郑着人从兵部 给你调了人手过来帮你一起 谢皇上 贺英哲见得了认可 心中越发欢喜 亦是坚定了继续研究火器的心 又说了一会子 有关火器之事 说定了请皇上 前去观赏的确切时日 贺英哲四人这才告辞离去 一路跟着明海到了宫外 还不曾各自分别离去 便看到了苏锦明刚下了马车 这回子 你怎么来了 四人忙上前打招呼 母亲今日做了些东坡肉 惦记着外祖父和外祖母爱吃 特地吩咐我入宫送来 苏锦明道 你们别忙着问我 你们且说说看 你们四个今日入宫 怎么没有去喊我一起 面对苏锦明的心事问罪 四人连连教区 这可真不是我们今日没有喊你 而是特地去喊了你 偏生你当时并不在家中 就是说 秦泽远道 我们去的时候 姑母说你今日去了安民后府 看望苏老大人和苏老夫人 我们这才先进了宫的 不过你这回子来得正好 明日我们一并去西郊打练 你要不要一起去 楼置心道 苏锦明想了想 而后连连摇头 怕事不成 明日答应了依依姐姐 要去她的医馆帮忙 明日虚地去了那里 贺婉依现如今 医术越发精湛 已是能够独立看诊 她便在京城中开了一家医馆 待休母之日开了一诊 为京城百姓免费看诊 苏锦明对贺婉依此举 十分赞同 得了空闲时 便时常去医馆帮忙 虽然也帮不上什么忙 当真是要去给依依的医馆帮忙 贺英哲歪了歪脑袋 当真不是惦记着 她平日里总是随身带着的 各种糕点吃食 贺婉依自小贪嘴 属于你喝中药时 她闻到味都要尝一口的地步 苏玉瑾深知她的性子 苏日里什么鸡蛋小饼钱 苏皮红豆酥 脚盐小麻花 核桃酥的几乎没有断过 且样样皆是苏玉瑾的手艺 滋味极佳 美味十足 才不是呢 苏锦鸣微红了脸 我才不是贪嘴之人 倘若真的想吃 只去姑母家讨上一些就是 何必非得跟着依依姐姐 再说了 今日姑母刚刚送了我许多灵嘴 足够吃很久呢 这样 贺英哲摸了摸鼻子 转身告诉身边的小思 你先派人回去一趟 跟母亲说上一声 说我今晚想去智欣家中 让母亲不必准备 我的那份过桥米线了 过桥米线 苏锦鸣顿时眼前一亮 哲哥哥说的过桥米线 可是上次我去你家时 姑母亲手所做 试之前需要先闷一下的那个 正是 贺英哲点头 果然是 苏锦鸣下意识地吞了吞口水 更是在盘算着 怎么寻个好一些的理由 名正言顺地去贺英哲的家中 蹭顿饭 在思索了许久之后 苏锦鸣倾咳了一声 险些忘了 方才母亲让我给外祖父和外祖母送完东坡肉后 也让我送一些去姑母家中 待会儿我便送了过去 只是要送些东西过去而已 哲哥哥再不在家的倒也无所谓 只先忙你自己的就好 最好是哲哥哥不要在家 否则被他发现真实意图的话 该多难为情 苏锦鸣自认为小心思隐藏得极好 尤其说话时端的一副对吃食漠不关心的模样 觉得绝对不会被旁人发现 但他那一双眼睛咕噜噜转的模样 已经落在了所有人眼中 被人猜了得完全 只是这回子谁也不拆穿他的小心思 只各自规划各自的打算 贺英哲如刚才所说的 打算去楼之星的家中小作 顺便想问一问静姑姑对她心想到的火气的评价和建议 秦泽远和秦泽雍两个人 则是准备回去准备明日打猎所用之物 带众人各奔东西 苏锦鸣则是进了宫 听闻皇后此时在重阳殿时 苏锦鸣便直奔而去 乘上东坡肉并说明了来意 皇后见状满脸皆是笑意 南卫小五还惦记着皇上和本宫二人 还特地下厨做了东坡肉交代你送来 母亲知道外祖父喜欢吃 筋道可口的口感 而外祖母喜欢吃软烂的肉质 特地分别做了两种不同口感的东坡肉 说可以同时让外祖父和外祖母都吃得舒服 苏锦鸣笑道 都说女儿是父母亲的小棉袄 小五这个小棉袄当真是暖心得很 秦亦树会心一笑 这天气炎热 你母亲素日里最是怕热 屋中必定要用冰 家中的冰可还充裕 若是不够的话 朕派人给送上一些过去 锦鸣先替母亲谢过外祖父记挂 苏锦鸣道 也请外祖父放心 父亲知道母亲最是怕热 早在去年时便在京城的北郊外 就建立了一个极大的地下冰库 一年四季皆有冰块供应 绝对不让母亲觉得炎热 说起来 我隐约听父亲似乎提起过 北郊的冰库因为储存冰块数量足够多 每年夏季时也时常向皇宫供应 兴许今日这重阳店中所用的冰块 便来自北郊的冰库呢 秦亦树 本是想挑剔一下这个抢走了他小眉袄的女婿 找寻一些他的不足之处 结果小丑竟是他自己 如此甚好 秦亦树倾壳一声 正吃着这两日御膳房里做的白浴糕 滋味极好 记得你母亲最是喜欢吃 待会儿走的时候 一并带去一些 多谢外祖父 苏锦鸣眼珠子咕噜噜转了一圈 笑着撒娇 外祖父赏赐母亲 是因为母亲做了东坡肉的缘故 可锦鸣却也特地进宫跑了一趟 也是尽了极大的孝心 外祖父是不是也该赏赐些什么 你这孩子年岁越大 倒越发贪心了不成 竟是知道张口便要赏赐了 秦亦树笑道 也罢 你素日也是不爱开口的 既然这次都向朕讨要了 朕也不好不应 只是朕一时之间 不知道该赏赐你些什么会好 不如你且说说看 你想要写什么 锦鸣想向外祖父讨要一些精气 不拘是什么样的 只要是精气即可也不必太大 只要是赤精便好 苏锦鸣先前听闻 姑母似乎十分喜爱精气 就连当初姑父之所以能够 博得姑母的喜爱 也是因为姑父懂得头气所好 今日既然他要去姑母家 蹭上一顿晚饭 自然也得送些能让姑母高兴的物件 只是今日从家中出来时走得急 身上并未带任何精气 也只能是从权宜 从外祖父这里跑上一些 也好应一应急 秦亦树 突然有种十分熟悉的感觉 庞福面前站的并非是他的外孙 而是贺颜修 再仔细揉了揉眼睛 确定眼前的真真就是苏锦鸣时 秦亦树不由地撇了撇嘴 难不成是因为苏锦鸣 总是喜欢到贺颜修家去的缘故 所以静默者黑 以至于沾染了贺颜修的一些恶习 若是这样的话 往后还真是要让苏锦鸣 少去一些贺家 免得被某些个人给带坏了 秦亦树心中盘算着 但这悔子也没有反驳苏锦鸣的要求 指着明海去拿了几样小巧的精器过来 捉人用锦盒包了 给了苏锦鸣 苏锦鸣接过后 欢欢喜喜地谢了恩 便跪拜告辞 带出了宫 苏锦鸣打发了人 回去跟父亲和母亲说上一声 今晚他不会去吃饭 接着便督促车夫 急急地往贺家而去 可刚踏入了贺家的大门 苏锦鸣顿时傻了眼 贺英哲 楼志兴 秦泽远 秦泽庸四人正齐刷刷地站在院子里头 四早已等候他多时 哲哥哥不是去志兴家了吗 苏锦鸣满脸结实讶异 还有你们两个 不是要回去准备明日狩猎的东西 我们倒是想问问你 你要带过来的东坡肉呢 贺英哲挑着眉梢 满脸结实促暇地问 苏锦鸣有些尬住 脸张得有些通红 握着手中的那几个锦盒 溺入了许久 这才到 原本是要带过来的 只是外祖父和外祖母 实在喜欢得很 尽数多要了去 我也正是因为此 觉得十分对不住姑母 所以特地从外祖父那里 跑了一些旁的东西 孝敬姑母 见苏锦鸣这服模样 贺英哲也不好继续打去 只笑道 也罢也罢 你这孝心最是难得 其实我们原本也是各自要去忙的 只是实在惦记家中的过桥米线 便想着还是回来 好好保一保口服之余的好 便钱翠先回来了 你来的也是正好 咱们许久不曾凑在一起 也能好好热闹一番 说得不错 的确是许久没有在一起聚一聚了 贺婉一拉着苏青雅 楼洛瑶和秦素小走了过来 你们怎么都来了 几个人看到各自的妹妹 轻易地询问 你们还好意思说呢 有你们这般做兄长的吗 只顾着自己吃喝玩乐 竟是要将我们都撇在家中 不闻不问的 苏青雅撇嘴表示不满 若不是依依姐姐去请我们 我们竟是还不知道 你们要来吃好吃的呢 楼洛瑶和秦素小点头如捣钻一般 表示疯狂赞同 哥哥们自己出来吃美味佳肴 哥哥们是坏哥哥 眼看着自家妹妹皆是心有怨气 一张张脸皆是皱成了包子 五个人这回子也不敢再说什么 只赶紧过去哄 贺英哲满脸陪笑 好了 明日哥哥去你的驿馆帮忙还不成 我知道你惦记着出去游湖 已是许久了 待我这几日忙完了 带你去游湖钓鱼好不好 苏锦鸣小心讨好 我这几日便将你先前念叨的九连环 给你当场解开 楼智欣甚至打起了包票 若是不成的话 我便将房中的那只 说话最伶俐的鹦鹉送给你 小小乖了 哥哥们明日去狩猎的时候 带着你还不成吗 一通软言软语 外加各种许诺 四个妹妹这才消停了下来 原本绷着的脸也和缓了许多 到最后也是露出了几分笑颜 也罢也罢 当真耐不住你们这嬉皮笑脸的模样 这次也就罢了 往后你们若是在这般 不管不顾底下的妹妹 没半分做哥哥的模样 我可是要到皇后娘娘跟前 好好说一说 贺婉一一边说 一边扬起了下巴 哼 这次也就这般算了 有了贺婉一这个大姐姐发话 底下三个小的接连点头 依依姐姐说的没有错 你们也都记着些 记得 一定记得 绝对做到 我打包票 五个人急忙纷纷表了态 你们几个也都别在那站着说话了 外头热得很 快来屋子里那两 苏玉景冲着一众孩子们招呼起来 这几日得了些椰子 给你们做了些椰奶水果捞 正拿了冰冷着 你们先吃上一些姐姐鼠 一听到有吃的 一众孩子们也顾不得在这里说嘴 只急忙应下了声 而后欢天喜地往屋子里走 苏玉景吩咐底下人 将早已准备好的椰奶水果捞 手摇的西瓜制冰棍 凉凉的杏仁豆腐等吃时 尽数都端上来 待一众孩子们吃得差不多 又等上一会儿 苏玉景这才开始 吩咐人陆续往桌上 端一碗一碗的鸡汤 鸡汤皆是用上好的母鸡炖煮而成 汤头上飘着一层油花 刚好锁住鸡汤的热量 具备将食材尽数焖熟的温度 孩子们有些并不知道 过桥米线的吃法 但这回子也是有母学样 将那些生鸩纯淡 火腿片 生菜 筋到可口的米线等食材 尽数放入滚烫的鸡汤大碗中 盖上盖子 等候片刻 待盖子掀开 香气迎面扑来时 一众人便开始大快朵一 将碗中的米线和各种配菜 尽数往口中塞 碗中的各种食材 皆是现场烫熟的 吃起来极为鲜嫩 米线更是筋到可口 最关键的是这样热气腾腾的吃时 在圣鼠天吃上一碗 不但不会觉得热得难受 反而因为吃的时候 出了一身的汗 觉得酣肠淋漓 通身舒坦 除了这过桥米线 苏玉瑾更是这底下人 准备了凉拌笋丝 蒜泥白肉 口水鸡等各种下饭小菜 众人皆是觉得 样样皆是滋味美妙 吃得十分欢喜 看一众孩子们吃得开心 苏玉瑾也是满脸慈爱笑容 这些孩子们 贺颜修见状也是轻笑 这般聚在一起 单单是看着就觉得 心中欢喜得很 怎么 想再多生几个孩子 苏玉瑾笑着打趣 那倒没有这个想法 贺颜修连连摇头 生产侄儿和依依 已是让你受了那么多罪过 断然是不能再生孩子了 她可不想再让苏玉瑾 受那样的罪过 不过 贺颜修靠着隔断屏风的掩护 伸手揽住了苏玉瑾的腰枝 倒是可以想一想 除生孩子以外的事情 苏玉瑾自然知晓 她指的是什么 脸颊顿时一红 这般年岁 竟是还这般不正经 说话间 苏玉瑾便走了出去 贺颜修笑着伸手 去捞苏玉瑾的手 却是扑了个空 而就在一晃神之间 贺颜修只觉得 一阵天旋地转之后 然后猛地睁开了眼睛 眼前并没有苏玉瑾 更没有一众说笑 且大快朵鱼的孩子们 甚至他此时 都并非是在贺家 而是在马车之内 这时 贺颜修呆愣地 看着自己身在半空中的手 眉头紧皱 怎么回事 他现在是在这里 贺颜修下意识地 掀开了面前晃动不止的车帘 二爷 兴安被贺颜修的举动吓了一跳 二爷怎么了 这是哪里 贺颜修看着外头的街道 有些失神 回二爷 已是到了清河 再有半日的路程 便到京城了 这会儿几近晌午 再往前走 便是只有路边的茶棚酒寺的 二爷这会儿 要不要在这儿停一停 吃些东西 贺颜修听着兴安的话 再次愣住 这话十分熟悉 似曾经听过 而且 清河 贺颜修看了看自己此时 明显年轻了许多的手背 试探性询问 苏姑娘是不是在这里 正是 兴安点头 二爷当时便将苏姑娘安置在了这里 去苏姑娘那里 是 兴安一边应答 一边狐一地看向贺颜修 二爷自将苏姑娘赎回来后 便安顿在此处 而后便忘了得前前进进 这回子竟是突然想起苏姑娘来了 还真是稀奇得很 但稀奇归稀奇的 兴安还是吩咐车夫往双柜向去 只是还不曾到了巷子口 兴安便看到了街口的馄饨摊 还有此时在那包馄饨的苏玉瑾 兴安眼珠子险些掉在了地上 苏姑娘竟是在外摆摊做生意 若是二爷看到了 但更让兴安掉眼珠子的是 贺颜修静止从马车上走了下来 站在了苏玉瑾的跟前 而苏玉瑾也察觉到了贺颜修的到来 在确认眼前站着的人 的确是从万花楼将他赎回来的金主时 苏玉瑾顿时有些慌 二 二爷 婢子这里 苏玉瑾慌忙想解释一番 无妨 贺颜修神情有些复杂 先回去 是 苏玉瑾没想到这位柳妈妈和艾草口中的二爷 竟是如此和善好说话 心中略松了口气 吩咐柳妈妈和艾草提前收贪儿 他则是先引着贺颜修回了宅子 到屋中之后 奉上热茶 苏玉瑾盘算着该如何解释 我知道你是因为手头拮据难以度日 且你颇善厨艺 便想了这样的法子来赚些梯节 好功日用 贺颜修道 二爷英明 苏玉瑾急忙点头 却又满脸差异 他这混沌贪儿也没开上几日 怎得这贺颜修知道的这般清楚 你 贺颜修顿了顿 懂些奇皇之术 这个贺颜修也知道 苏玉瑾越发讶异 他穿越到这个地方 不过才短短数日 迄今只略展露过厨艺 还不曾对任何人透露过他会医术 而园主自小流落青楼 并不曾学过这些 贺颜修论理来说并不知晓 可是贺颜修却这般问他 而贺颜修看到苏玉瑾这服模样 顿时明白了所有 手指忍不住都颤抖了起来 他猜得不错 他回到了许多年前 慢慢开始对苏玉瑾 开始有心有悸动之时 而眼前的这人 也的的确确是他的玉瑾没有错 他再次与他重新遇到 是老天爷觉得 他上辈子做得不够好 还是觉得他对他的好 有些迟了 贺颜修心中情绪起伏 强忍了脸上的激动 冲苏玉瑾道 你过来一些 苏玉瑾这才回过神来 是 往前走了两步 到了贺颜修的跟前 心爱的人站在跟前 贺颜修心头一紧 伸手拉了苏玉瑾的手 苏玉瑾不曾想贺颜修 会有这样的动作 在毫无意料之下 便跌落在了贺颜修的怀中 二爷 笨 贺颜修应声 却是将苏玉瑾还在了怀中 贺颜修本就是身形其长 肩膀宽厚 苏玉瑾这般坐在他的腿上 刚刚好靠在他的肩膀上 就得到他身上 散发出来的淡淡松竹气味 气味微弱 却十分好闻 而混在那松竹气味中的 是贺颜修呼吸时 散发出来的微热气息 刚刚好落在了苏玉瑾的额头处 苏玉瑾顿时有些慌乱 尤其在察觉到 贺颜修此时有力的心跳时 越发有些心烦意乱 他穿越到这里时 发现他的身份是贺颜修的外事 但他从未想过当一辈子的外事 而是想着趁金主 根本没兴趣顾及这里时 认真努力地赚钱 待得了机会讨要到身器 便可以过上自由且富足的日子 可现在贺颜修这是要做什么 要将它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外事吗 但是 他曾经隐约听到过 外头有关贺颜修的断秀传言 写自原主被安顿在清河后 贺颜修几乎半年都不闻不问 他越发觉得传言大约是真的 而原主不过是贺颜修 用来为他证明的幌子而已 贺颜修本该是不喜欢女人 才对的吧 就在苏玉瑾在那胡思乱想 贺颜修确实将苏玉瑾 散落了些许的发丝 拢在其耳后 在想什么 闭子 苏玉瑾一时不知道 该如何回答 总不能说 他在想二爷是个二椅子吧 是不是在想 我应该如传言中一般喜欢男人 贺颜修轻声笑道 苏玉瑾 这个贺颜修 竟是连这点都能猜得到 若不是贺颜修此时 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 他都要怀疑 他是不是他肚子里头的蛔虫了 那你要不要试一试 贺颜修嘴角挂起了玩味的笑容 什么 苏玉瑾顿时有些摸不着头脑 试一试 我到底是喜欢男人 还是喜欢女人 暧昧无比的话语 灼灼如火一般的目光 皆是让苏玉瑾震惊无比 甚至觉得心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二爷这么会聊的吗 但会聊的大都是渣男吧 苏玉瑾有些愣神 心中默默地给贺颜修贴了个标签 但可气的是 贺颜修实在生得极其好看 实在是让人移不开眼睛 哪怕是说了这么许多扎言扎语的 苏玉瑾心中近视也生不出任何反感 反而是心中生出了些许异样 苏玉瑾变换多次的神情 落在贺颜修的眼中 让他心中生出来了更多恋爱 只将苏玉瑾紧紧抱住 脸颊在苏玉瑾的额头上蹭了又蹭 这次 你喜欢什么样的嫁衣 我早一些为你讨风告命好不好 说话时软言软语的模样 俨然如同小孩子撒娇 想讨夸奖一般 苏玉瑾努力地将 几乎要掉在地上的下巴 给喝了回去 嫁衣 告命 他的金主 当真精神正常吗 大结局 撒花 追求